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2人已逐法定人数 现在开会 首先进行报告事项 请医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一事录 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一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9年5月6日上午91分至12时9分 中华民国109年5月7日上午91分至12时46分 地点本院区前楼101会议室 出席委员林一华委员等14人 练席委员刘世芳委员等20人 练席人员5月6日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吴密查率同有关人员 行政院主机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简信会 5月7日文化部常务次长李连全率同有关人员 国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黄永泰 国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于佩锦 国使馆馆长陈宜生 主席高金召集委员素美 5月6日报告事项 宣读上次会议一事录决定一事录确定 讨论事项 审查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 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4案 本日议程由委员张廖文坚等16人提出质询 均经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吴密查及相关人员 及其答复说明 立由委员吴丽华提出书面质询 决议 1.报告及寻达完毕 2.委员所提书面质询或相关资料 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3.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 请相关机关基硕与书面答复 4.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4案 均审查完郡提报院会 除第4案继续冻结2000万元外 于均准以动之 第4案通过附带决议二项 5月7日 报告事项文化部国立故宫博物院及国事馆首长列席酒前瞻计划 国家文化记忆库执行情形进行专题报告并被执询 本日议程由委员万伟林等19人提出执询 军经文化部常务次长李廉权 国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黄永泰 国事馆馆长陈宜申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 另有委员林一锦等二人提出书面执询 决定 1.报告及寻达完毕 2.委员所提书面咨询或相关资料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3.对于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后未及答复部分 请相关机关尽数与书面答复 通过临时提案一项宣读完毕 好因为我们在场委员没有达到三人 所以一事入暂时不确定 今天的议程有两项 一邀请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 就原能会推动原子能科学普及化之作为 进行专案专题报告并被执询 2.审查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三案 首先介绍在场委员李德伟 物料管理局局长陈红斌 重额计划处处处长王崇德 核能管制处处处长张欣 辅社防护处处长刘文希 核能计划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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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请口头报告报告时间八分钟 好谢谢 主席 各位委员林氏先生 大家早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代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并接同各单位主管向大院进行原能会科学普及 即主管预算解冻专案报告 首先对于大院委员会对本营会各项工作的支持与执教 至上建议及卸程 以下警队 原能会科普推动业务 置办原子能科技科普展 及主管预算 解冻案 等三方面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不令指教 在科普推动业务方面 合作推广科普教育部分 目前定期参与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行动科教馆科学巡回教育活动 及中小学科展科学博览会 并举办各县市巡回科普原优会 此外 不定期受邀参与国立自然科学博馆 地方政府等单位办理之科普或栽访活动 为了加强科普推动与社会沟通 建制原能会服务小站脸书粉丝页 增强网络互动 并推动青年工部门见习机制 加强青年世代对原子能科技之认知 并办理辐射理我他专题演讲活动 结合原子能科技学术合作研究计划 培育新住民种植教师 制作以中英太阅及印尼文编撰之学校没教的课 辐射防护之多少 绘本并请阅印太极新住民种植教师 编译本会现有之 核灾紧急应变与民众防护及医疗辐射文宣 在自办原子能科技科普展业务方面 本会于108年2月15日至17日在台北华山1914 文创产业园区首次独立举办的科普展 主题为环保生活酷科学 总计3000吸引域3550亿人士的参观民众 并结合FB粉丝页 进行直播及活动花絮报道 累计促及达31899名用户 影片观看数12441次 因首次举办及获得好评 故于108年6月22日至23日 和台中势力至善国中合作 办理以周边学校学生为主的社区型原子能科技科普展 总计两天吸引1156人士的参观民众 FB粉丝页进行直播及活动花絮报道 累计促及达17414名用户 影片观看数7173次 参考前两次科普展经验 于108年7月5日至8日 与台北华山1914文创产业园区扩大办 放科学环保科技原子能科技科普展 当中透过互动体验及解说 让参与者轻松地认识原子能 绿能在生活中科技的运用 4天总计吸引10333人士的参观民众 FB粉丝页进行直播及活动 花絮报道亦累计触及达 58,660名用户影片观看数21,525次 本会108年办理三场科普展 总计吸引了超过15,000人士参与 未来本会将常态性的办理科普展 本年度之原子能科技科普展 目前选定于台北华山1914文创产业人区中 4A馆为展场 然近期因受COVID-19疫情影响 策展时间延至10月9日至12日扩大办理 本次核心内容 涵刮原子能民生应用相关之科普 知识安全管制业务 核安福安与利能之研发成果 并更新展出内容 在主管预算解冻案部分 有关放射线照相检验业者管制方面 本会以深入探讨 并精进加强监督机制 扩大教育宣传 违规加重处分 以及跨部会合作等措施 借此全面强化管制力度 严格监督业者落实辐射作业之安全管理责任 以确保辐射工作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本会针对台电公司未能如期选定 低放处置设置场子 至105年起 每年依法处以罚缓 并独处台电公司积极办理集中式储存设施 并且多次含请台电公司 积极办理选址作业 以其胜利办理选址公投 及选定候选藏职 本会要求台电公司 因依提防处置计划 替代应变方案 原规划实陈推动 办理 自106年3月起 8年内完工并启用 中期暂时储存 108年 非核将推动专案小组会议 决议要求台电公司 积极推动方式性废弃物中期暂时储存设施 并展开社会沟通 未来将持续 促请经济部及台电公司 积极推动集中式储存方案 以尽早圈引南语储存厂 及核电厂的核废料 在原子能科技发展与应用方面 核原所积极发展核设施 处以与废弃物处理技术 并以民生应用部分 推动精致农业与生殖能产业等 像研究计划 此外参考研发技术之创新性 及市场潜力 选择部分专利技术 在国外地区申请专利 目前已有 数项国外专利 计转成功案件 另外核原所也推动专利 维护评估机制 精进作业 强化专利管理 提升整体成本效益 本会推广原子能科学科普教育 及科技研发成果 近年来与学术单位或其他机关 共同合作并自行举办科普展 未来将持续推动原子能科学科普 以提升与社会大众对话及沟通效能 创造接地气的连结 有关109年度冻结预算专案报告中 委员关切之重要议题详细内容 请参阅各项报告 仅此恳请各位委员会议支持 同意各项预算之解冻 原论会将依委员之期许 加强年度各项工作规划与执行 以达成工作目标 谢谢 好 谢谢谢主委的口头报告 好 我们现场 有没有三位委员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 一试录有错误或一漏之处 好 如果没有一试录确定 好 现在每位 好 现在我们来进行寻导 每位出席委员咨询时间8分钟 好 列席委员咨询时间为5分钟 发言登记截止时间为上午10点30分 委员 如有临时提案 请于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临时提案 若离案委员期 临时委员就不在场 原理不予处理 首先请发言第一位 呃 林一华委员咨询 8分钟 8分钟 好吧 差不多 好 主持人 请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主委 我们今天呢 解冻的其中一笔是跟台电办理 提放涉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计划的书面报告有关嘛 那这个部分是牵涉到选址 那我们也之前我质询也都问过了 就是本来应该110年叫启用最终处置场 但是呢因为我们选的台东跟金门 现在是因为连公投都进行不了 对不对 所以呢也就变成你们也只能罚钱啊 但罚钱呢又被打枪 所以你们不能罚 后来你们那个上 后来在行政的诉论上到底怎么样 那行政诉论基本上是OK的 那但是在现在他们到了法院 有给你们罚了吗 是的 那基本上 因为后来不是说你们不能罚吗 被驳回 然后呢 基本上我们败诉了 那我们现在 在你们败诉吗 目前在上诉当中 还在上诉中 因为目前你们是败诉 我们这是依法行政的 我们还是想要我们这是依法行政 我知道 该我做的我就要做 但是我的意思说 罚环就是没有用 因为呢 选址也选不出来 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县市 连低阶的也都不愿意放 好 因为它还是有辐射 所以它还是有担心 那但是现在低阶的核费道越来越多吧 而且我听说 现在不是也在蓝宇的部分 你说要迁出吗 所以呢 我们就提出一个中期暂时储存方案 要新建一座 放射性费 进入中期暂时储存设施 请问一下要不要经过选址 要不要经过公投 中期 因为我看你们中期 基本上它是不需要 基本上它是不需要 就不需要 中期 但是 你知道是多久吗 还是我们的原则 还是希望有公正的组织体 还有客观的标准 主委我先问一下 你知道中期的时间是多久吗 中间的中 你有看报告吗 我有看报告 所以你知道是多久吗 跟我们的燃料报来讲 还有久啊 没有 它以前50年到100年 50年到100年 我看就是最终了嘛 不是不是不是 只是你们现在就是要 因为那个最终定不了 就搞了中期 到时候我看就是最终了 这个中期暂时储存 也不是说我们台湾 自己独创发明 这个interview的 instorage 基本上呢 是全世界都是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规避 规避那个最终 美国在这一块 基本上在早期的时候呢 他们选择了这个 Yakon Mountain 到后来因为 奥巴马上来以后 基本上废止了这个 整个一个 这个 Yakon Mountain的project计划 所以说基本上 他有成立一个 南调委员会 事实上他们也做了 相关的中期暂时储存 你也不去修法 我们不愿意修法 然后呢 又过这个最终的处置 然后现在来搞个中期 中期要不要选址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也要选址 那你认为 现在台东花莲 台东还有金门都不投意 你认为选哪里 哪里会投意呢 所以你就是 绕中期就我讲 五十到一百年嘛 这是台电写 我报告每个次我都看了 不认真不念书啊 真正的高放 我在这边讲 我现在讲的是低放 我知道 真正的高放的话 基本上 它的中期的 中端储存上 基本上 它不是所谓 五十年 百年 它甚至千年以上 那是 我现在想的是第一阶 但是中期暂时储存 基本上它有 它所担负的 现在目前是针对什么呢 是的 它是针对什么呢 是针对的敌放 但是它从某个角度 它是一个替代方案 所以从某个角度 它可以缓冲什么 未来如果有高放的状况之下 它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目前呢 说一句话 中期暂时储存 它可以有多方面的一个用途 多方面的共 所以意思说 它也可以放高放 现在目前当然是针对 我再来要追问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 有关于在台电的报告里面 他还提到说 你要寻找可存放 五十至一百年 可共管之 集中式中期储存厂 这是在非核小组定的 还不是台电市 行政院的非核小组会议中 主席说的 是这样 再来 最后说了 他说 台电有另外一个应变方案是 将低放射性废弃物 暂存于各核能电场中 来 请问放哪一个核能电场 最后他们选择 这个是里面写的 放在哪一个核能电场 核一吗 是不是核一 最后他们选择 如果是核一 有没有跟新北市市长说过 这一点我想请那个委员 最后的他们 非核家园 推动专案小组 最后他们决议 是采用中间暂时储存 我现在讲是中间暂时储存 五十到一百年 是吧 这叫暂时 叫五十到一百年 叫暂时 这跟他的定义差很大 所以呢 选职选在哪 我从这边看起来 你们就绕来绕去 公正的组织体行政院来组 要客观的标准 公开参与程序看 有没有哪个地方 自愿变成储存厂 那我就说了 如果我们现在 要最终都没办法定了 现在请问哪个地方 会说我自己要 所以我从台电看到 每个字看到说叫做 可以站存于各核能电厂中 所以意思是说 找不到这样之下 要放到合一吗 委员能不能请我 请我在那边跟你说明一下 那你就要说清楚 是的 我就要跟你说清楚 说清楚 本来提放选址条例 当初设定的是 105年3月 台湾建议公司 他应该要这105年3月 他选择提放最终长址 那当初提出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台东的达成乡 这个我刚不是都说了吗 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啊 因为他没有做到嘛 他没有做到 我们就开始杀了 这些我刚刚都 我刚刚讲白都说了嘛 你不用再讲啦 刚才你讲说杀 那结果杀不行吗 我们当初就 这个我都说了 我们就有个替代方案 你就在浪费我的时间了 主席 制止一下好不好 这浪费我们质询的时间 我是在这边跟你说明 我刚才不是自己都说明完了吗 我都已经自己说明完 你再说明给我听做什么啊 我只要你 好啦继续咨询啦 我只要你说 最后我的问题 你跟我讲 前面我刚自己都说完了 你就重复一照做什么呢 主委 请继续说好吧 说重点啦 说重点 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刚才讲说 为什么会去搞出一个 中间暂时储存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105年 刚才你所说的他没有做成 没有弄成嘛 没有弄成基本上我们就 寻找一个替代方案 是 但是替代方案里面还有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呢 全毁原产地 一个呢是 一个中间暂时储存 OK 所以说他最后找出了 中间暂时储存这个方案 这个我都知道 也都在进行当中 也都在进行当中 所以请问指在哪里 选职选在哪 我的重点 因为他现在目前 就是按照三年内选职 五年内 所以台电的这句话 你要不要公开说一下 叫做说 会暂时于各核能电厂中 你要不要说一下 所以这句话 写的是什么意思 因为您刚才所讲的 这个中间暂时储存 它有 它有实现嘛 三年选址 然后五年新建 所以说它总共八年完成 意思是说 你只要告诉我说 万一没有地方自愿的时候 你们的地点就是在合一场 是这样吗 是不是 我从报告中读出来 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有没有跟 新北市市长说过 还有这件事情 最终需要经过民众同意 那中期之后 新北市民就不用表达意见吗 没有 我们讲说这个公众主义品客观表现 基本上 他会跟新北地方的民众同意 所以主委您意思没有否认吗 如果选不到就放合一 我没有这么 你刚回答意思就是这样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没有这个意思 基本上 现在目前三年新建 三年选址 五年新建 总共到114年 它要完成 那叫我要求要修改报告 这是你们送来的报告 台电的里面就提到 第八十页写得很清楚 如果您说没有的话 那就代表这个报告来 写得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现在在还没有新建完成 还没有签出之前的时候 暂时在那边 还没有签出之前 对 现在 因为他还没有完成新建 但现在问题是 现在不是也不会 所以您说 当还没有选好纸的时候 就会放在合一场 这中期中的前期 是这样吗 中期的前期 放在合一场 另外盖一个储存槽 放第一间 放在合一场 是这样吗 所以你 这个你应该要让 这是应该要公开透明的事情 这完全是公开透明的事情 没有公开透明 如果今天我把报告读那么细 你们刚刚还在转 所以还是说中期之前 会放在新北的合一 还没有新建完成 他当然是没有办法圈出去 我说是低阶 不是说高 不是说燃料棒 低阶是医疗用的等等的 低阶的部分 现在我们谈很多是低放的事情 对 低放啊 所以 刚才电台主委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 问出来很严重的事情 如果你们今天 不管是在其中 或其中之前 要选合一 绽放低阶的这些 放射性飞机物 完全新北市不知情状之下 我觉得这绝对是 又会引起一个风暴 所以请这部分 我想主委我们 主席我们需要再了解 希望一个礼拜之内 就这个部分 对 希望可以提出 一个礼拜以内提出 书面报告 好不好 给本委员会 好 谢谢林委员 好 接下来请 高宏安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有请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高宏安委员咨询 主委早安 恭喜您留任 希望新的这个任期上面来讲 我们能够跟教文委员会 这里的委员都能够配合得很顺利 那首先的话我们先想要跟主委关心一下 我们在上个星期六的一个 算是民间还蛮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卢州的闹区呢 有民众发现疑似是燃料棒 那当场呢其实现场的我们这些 所谓的废弃物处理或者清洁的单位 他们其实已经有针对这个废弃物 做了当场先做了检测 那检测出来的数字蛮惊人 是3000维西服啦 但是后来原能会有马上派人到现场 检测完之后是三维西服 那有一个1000倍的差距 那在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 其实本席的办公室就立刻接到 卢州的民众呈情 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核废料的一个处理 或者是在大家民众的心里面来讲 一定都会觉得有一些恐慌 那在这边本席想要救教一下主委 就是我们后来是否已经有查明说 这样子的一个疑似燃料棒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线 因为后来新闻媒体报导是说管线 那这一个废弃物 是否原能会已经有查出来 是什么样的单位 做了这样的废弃处置 那以及未来这些清洁的单位 是否有办法 他们也能够有第一线去处理 类似这种疑似为核废料 或者燃料棒的这种处理 他们是否有些机制原能会可以协助 好谢谢 我首先回复一下 我们目前是在当然是在调查 相关的这个来源是在哪里 但是基本上一般的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废弃物回收场 我们都我们辅导了全台湾的 所有的这个废弃物的回收场 基本上它都有检疫型的这个辐射整检器 所以说基本上呢 相关的一些回收的机制 基本上呢或通报机制呢都有的 那针对着这次发生这个卢州的事件 基本上呢 我所各位呢 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各位稍微澄清一下 基本上它不是所谓的燃料棒 那它是一个经过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以后 那它的原 它的这个材质 基本上呢是一种ceramic 它是一种陶瓷的 能够耐高温的 那现阶段呢 我们所看到的呢 因为它是多孔性的 那这个孔洞呢 基本上是大概通过高温气急 我们现在目前在推测 我们能够掌握到的情报大概是这样 对对对 那至于来源 我们大概已经从 因为我们有 因为警方现在目前也在 跟我们一起调查 所以说那现在目前在调查中中 那有一些 当然有相关的进展 不过呢因为在调查当中呢 所以我们不方便的透露 因为这个还有约寻一些相关人员 所以说呢我们不方便透露这件事情 那因为从这个新闻其实呃本期了解到说其实台湾大概有四百多家的包含医疗院所包含工业农业的机构 他们其实都会产生所谓低放的废弃物 这个都有一定的机制都有一定的回收机制的 所以说只要一旬的很明显的告诉我这个是我要这么说 这个是任意丢弃 坦白讲我也在这个地方要郑重呼吁 呼吁国人 希望呢基本上呢根据这个 游离辐射防护法 基本上38条里面有规定 像这一类呢这一类的形式呢最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派三年以下有序徒刑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刚刚像四百多家的这些医疗院所农业工业机构甚至是这些学术研究单位 他们一天大概会有多少的废弃量的产生您这边有说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也 基本上我们所了解这个量的大小当然是干掉 但是一般讲起来的话呢 我们都在我们所了解的一个状态大概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是 那个回收业者当他接受医院或者是什么那个 他是有一个机制在管理 就是说他用的其实都是很低微量短时间短半化期的 所以他的机制就是要放到他已经衰变到没有危害以后才能出来 那所有热热粉化厂都受有增减的一个系统 所以进去的事业废弃物都会经过一个量测 那至于数量的部分 委员我们可以再了解再跟委员回报 好 因为我想这样的新闻其实对于民众来讲 当然您说可能对人体没有害啊或者是说飞气物的这个回收厂 他们需要去做一些处理你们也都有做 但可能就是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民众他们心里面 还是有些担忧的 那这个可能就是呃圆人会可能辛苦 我们要再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再尽快的让民众了解到 他们其实并没有就是呃我们的圆人会其实都做的很好 都有管制所以大家要放心这样 好那第二个部分当然我们也看到说目前刚刚提到的嘛 有很多的这些放射性的飞气物 那目前的话其实低放低放射的飞气物其实是在 蓝宇跟核电厂其实都有在做这个储存跟处理 那核能锁的部分其实大概目前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其实低阶的核费 目前是送到龙潭的核能研究所处放 那这个部分就想请教一下 目前龙潭的核能研究所这个处放的这个 这个废气物大概还可以运作多久 是不是有一个数字或者是有一个大概的量 我请我们物料管理局吧 好谢谢 是那个在核能研究所目前总共的放射性飞气物 相当于大概是一万多桶 那目前的三个仓库都还有储放的空间 是那核研所目前是否有像蓝宇这样 因为其实我知道蓝宇它其实我们因为 这个核费场是有给地方的居民一个回馈跟我们的补偿金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台电的核后端基金去做一个编列 那核研所是否也有编列相关的补偿的措施呢 详细的部分我等一下请核研所首长来说 那我所了解的 基本上核研所在他们每年年度预算里面有一些 就是一些 一些敦清募领的相关的一些经费 有别的类似的 这个类似的 但是金额并不是很多 并不是很多 那这个详细的我想 那至于未来那是不是可以扩大呢 我想这个 我想核研所呢 基本上呢我们有在讨论过 是因为本市觉得说核研所现在目前如果是已经开始有像刚刚讲到万筒的储存量的话 其实对于居民来讲它本身也会变成是一种领币措施 测试啊 那我们看到蓝宇其实居民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回馈跟补助 那核研所是不是也应该对周遭的居民大家能够去容忍跟体量这样子的一个措施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补助呢 包围 我们在核研所这边 顿金木林这个部分我们就是 每年都有做 像对一些地方的一些文物的展啊 还有一些 一些展览啊 还有传统的那个 那个 活动 我们都会补助 还有居民的健康检查 我们都有 我们都有做补助 那跟蓝宇的回馈金相差多少呢 因为您这边没有给我一个数字跟具体的一些补助的方案 所以大概有掌握到跟蓝宇的补助金差别多少吗 还是说这就是各单位自己下去做顿金木林而已 根据我们的是顿金木林它不是一个回馈金这样 所以它是没办法从这样来做一个比较这样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是说 因为其实蓝宇的方式是一种方式 那其实核研所附近的地区的居民 其实他们也是同样的在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零币措施 所以不知道说这边是不是有机会啦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想可能稍稍有点不一样 蓝宇可能是因为它有用到蓝宇的地 所以基本上呢可能是属于用地补偿这块是比较多的 但是您刚才所提的基本上我是同意的 那未来很可能 因为这跟台湾电力公司后端基金可能关系没有那么的直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可能就未来核恩所他的一般预算 你们编列这个相关的预算 敦期木林这块部分呢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看尝试可不可以多编列一些 让您能够达到基本上呢对于这个当地的这个民众呢 是因为最终储存厂的相关规划 其实不应该是台电来做这些评估啦 所以希望原人会可以主动负责去做这些监督跟推送这样 好 谢谢 谢谢主委 谢谢主席 好 谢谢高委员 谢谢主委 好 接下来请张辽万坚委员 好 谢主席 我们请那个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主委 恭喜 留任 好 谢谢 那我想留任之后一定会再问 就是两个月前我也问过你我们主改的事情嘛 那当时你跟我讲说 这个主改大概我们现在是三级的独立机关 将来我们下设就是这个 辐射政策中心跟我们行政法人的一个龙潭原能科技院 研究院 就是现在核能所 那我们的原额跟预算跟任务到底有没有改变 当然原额基本上当然是会比较少嘛 三级 三级 二级到三级基本上呢 坦白说 那我们的主委的等级还是减任十四级嘛 对不对 是的 但是 但是 还是有差啦 我讲这方面牵扯到 我想是不是人事是主委 要不说明一下 三级机关的部分我们在我们核安会的组织法是规划就是 主任委员是比照检任第十四职等 是 对那 但是其他的职员因为是三级机关 所以相关的职等职务劣等会有所调降 好 我想这个主委你留任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你好几次跟我表明说 其实你不赞成 这种三级的独立机关至少要到二级 那你现在留任了 那你 这个案子 这个组织条例什么时候会送 呃 这个组织条例现在目前 前 上个院 上个院 上一次 上一个会期基本上已经在大院里面 那后来因为过期不连续呢 我已经撤回 那现在目前还在院里面 在申請院里 对 那什么时候要送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你不清楚哦 是 所以你那时候告诉我说其实你不认同一个三级 那你有没有跟 你留任的时候有没有跟院长 或是跟我们的那个高层 那我要我要我要跟这个委员报告一下 呃 在 那院长之前 或是林权院长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我大概都可以 都有利用时间 跟他们谈要 那到目前为止呢 在这一个在苏院长这一部分呢 基本上呢 因为没有适当时 还没有适当时机在谈 同时呢 你要跟我 跟我提 跟我提到以后 在 在这个大院里面做 被巡的时候 在巡打当中呢 我回复 但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对 那如果今天 我今天讲的更轻 如果 将来在讨论 在院里面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当然会把我的相关一件表达 表达 因为呢 我觉得 当初 主改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差不多 也差不多 哎呦 我知道你跟我说十年 时空环境不一样 而且我们整个合肺的处理 刚才两位委员非常关心 是的 也都还很难处理 是是 那如果我们的将来主改之后 我们的核安会 如果降为行政院的三级独立机关 对于越来越难处理的合肺选址的问题 会不会 雪上加霜 我觉得这个 你应该跟政院沟通 不是丢来立法院说我们讨论的时候 你才表达的立场 你都不是说那一句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会选择适当的时机 这个事情应该要讲清楚 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对于核费的处理 我们核能 我们还有核三在发电 让我们核能的发电当然占比少 2025之前可能会全部停 但我们的核费处理 包括中储厂 最中储制厂 都还很难处理 所以 我们现在行政院的三级独立机关是哪些单位 你知道吗 三级独立机关我所了解的 譬如说像这个目前的这个运安会 运安会嘛 运安会他是 他的主持人特别 主委是行政院 他跟我们的性质不一样 对 是的 他的这个专任委员 还有所谓的专任委员 他其实在做一个事故的调查 是的 那他没有一些一般性的业务在推动 是是是 还有一个是 党产委员会嘛 是是是 三级机关 那其他就没有了 那 二级机关呢 你讲二级独立机关有哪些 对 公平会 公平会 中选会 对 中选会 是 我觉得 圆人会将来转型之后 事实上 如果将来他的2025之后 他的角色真的在 在 在这个缩减 或者说 或者说他的定位在改变 我觉得 那个之后才讨论 你现在如果 维持变成一个 如果降成一个行政院的一个三级独立机关 他可能面临的后果到底是什么 我只能讲就是说 基本上 你怎么去监督 是 经济部 所属的台电公司的 处理 他将来很可能 你的那个独立的角色 会不会 因为成绩过低而无法做有效的监督 你个人认为呢 呃 是这样 如果是以独立机关 呃 监督的角色来看的话呢 当然 相较于现在目前二级的话那当然是 是绝对是有问题 但是以 三级的这个相关的人力跟 还有一些相关 跟因为 因为 原论会基本上 他不仅是国内的 他基本上 他是属于 国际性的 那换句话说呢 我们跟世界其他相关的组织 你有说吗 像美国韩国他们都是一级独立机关 我们跟NRC这个 那基本上我们当然是说 这个我们这个程序基本上应该对等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当然会有 是有蛮显著的影响 对啊你 之前两个月前跟我讲说因为十年了嘛 主改十年了 当时的设定跟现在设定不太一样 我谢谢委员对这件关心 我想现在您刚刚所讲的 的确是是的 我会 您这样的话 我基本上我会利用 利用对 你在送立法院之前是不是应该跟行政院好好沟通 因为主要是因为 因为最近 我本来是打算 我本来就有打算说想跟院长好好在针对这一块谈一谈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 今年从三月来这个疫情发展嘛 那最近是比较舒缓 那再加上520这些 所以呢 我相信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 特别是 七八月以后呢 我想 我一定会找个机会呢 就您所说的 我会去 你跟院长好好谈一谈 就是来送立法院 不要把这个问题丢给立法院 是是是 我想我们当然关心 而且想了解 谢谢 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组织定位 到底有没有办法 在将来我们在处理 核费的问题 或核能 核电发电 核三 他将来除疫的问题 核二除疫的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 到底足够 人力跟资源 各方面 我们的原额预算 任务 有没有办法来处理 我如果这样的话 那主改送来的话 我们就先暂时不省嘛 也是 立法院也可以表达态度嘛 所以我想 对对 就是说 我当然 我当然是提醒你啦 就是说 一定要跟政院好好沟通 如果说你原来有这样的想法 你又留任了 就应该要把你原来的想法 好好跟高层沟通 好不好 好 下一页 下一页我想 我也要肯定你们过去 在做科普 科普方面 因为我之前也 去科普是一种教育 那原始人那么生硬的 过去大家只讲到合肥料啦 这种核电的一些危险的核灾的问题等等 其实我觉得 它你们在转型的一些功能转换的过程里面 像核研所也好 它有很多研究 其实有一场 我很感谢你们 我在我咨询之后 有一场跑到台中 就在赤山国中办 那当天我也去了 去的当然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 他们参观了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原能会里面有那么多 跟我们生活相关的像绿能的研究 我也去看了啊 我当时看了对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 那个光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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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节能膜的部分吗 不是 他会像会对着太阳 太阳极热板 对对对对 追踪式的 他就是 对对 我想那个研究很特别 他提高发电的效能 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他会 会跟着太阳 日光走 像这样子的一个 发明 我想对孩子的那种 想象力 跟教育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年因为武汉肺炎 你们跟我讲说109年 其实你们还是要 继续做 其实我看了很多 包括你们的 APP也好 或者是这个 科普的推动活动也好 很多活动 都在双北 好像双北以外 就没有了 到智商国中 这是他第一场 去年 主要是双北 我们现在发现 经过几次办了以后 我们发现 华山文昌园区 那是一个好的 那个本来就很多人 人在那边 人流 是的 你到智商国中去 是专程去的 我们虽然人数比他少 他的一半 但是都是专程去的 目的不太一样 因为那是属于社区型的 没有错 那后续你们还有延伸一些教育 对不对 属其盈什么 那个周边的上安国小 上市国小 那个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学区 是 他们都很轰动 我们还会再去 所以我想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科普推动的活动 你们一定要走出台北 是 像屏东 我虽然不是屏东的委员 但是我想屏东也有核能发电厂啊 那边的孩子 对那边那一座 是 怪物他也有一些想象 是 或者说他的一些科学 是 科学其他的方面的一个知识 他们也有兴趣啊 是 好再下一页 主席不好意思再给我两分钟 问一下 来我再问一下 你们的APP APP 在2018年的时候 更新 那原来下载的 我提过嘛 其实我们 要跟社会做沟通 其实APP也是一个方式 做科普 或者一些 原人会的一些政策 防灾 或者各种演练 推动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像你们做的那个APP 旧的APP 有一万两千多人下载 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在管理了 新的APP 你们花的钱做了 虽然钱不多 但到目前为止是有三千六百零一耶 那我刚才看到你们办的很多活动 包括科普的活动 人次都不止这些 那为什么下载的人数会这么少 好我请那个 中继 中继 包括委员 那我们每一次 每一次的活动 都有在推广这个APP 那我们刚刚统计出来 说每一次活动 大概都有 百分之四十 就是 增加百分之四十的那个量 那因为 呃 因为我们的统计数字的话 因为 你一移除掉 他就没有在统计了 因为在后台里面 所以说这个部分 我们在今年的 想加强 我第一就是说你们 走出 研究室 走出一些 政策的那种 升冷的那种 那种数字 那你 透过教育的形式 让下一代 或者让很多家长了解 让社会了解 透过APP 跟社会沟通 我觉得你 圆人会将来 主改 之后的定位问题 跟你现在要做的一些 都应该跟这个息息相关啦 以上 跟你们做建议 是是是 好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张力奥万件委员 好 请黄国书赵伟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有请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上个礼拜 日本有一个新闻 不晓得你没有注意到 日本陆尔岛县的九州电力公司 川内核电厂的二号机 因为没有完成恐攻应变设施 所以被热令停机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 有注意到 好 这个是在日本写下运转中的核电厂 它是还在运转哦 只不过是因为它不符合新的规范标准停机 这是日本第一个案例 那么为什么要把恐攻啊 列为一个重要的重大事故的应变设施 那因为这一个电厂 它没有相关的配备 那核电厂受到恐攻的时候 核电厂必须要有备用的控制室 要有可以冷却反应炉的电源 以及戳水机等设备 这个电厂没有 所以对不起 虽然它还在运转 但是日本政府若令它停止运转 好 停机 这个事情你有注意到了 有有注意到 有注意到了 好 日本啊 从311以后啊 开始把所有的核电厂啊 这个安全的基准啊 提升了 包括第一个 意图与航空机冲突 也就是说 故意用飞机冲撞核电厂啊 这个也纳入核电厂的安全基准哦 日本 好 我想请问一下 那台湾呢 呃 基本上我们台湾 呃 台湾呢 台湾针对的 呃 先是这样讲 从2011年辅导事故发生以后呢 我们针对的相关的 不管 不管应变措施也好 或一些相关的一些结构 结构的补强这部分呢 我们都有在做了 好 那我呢 那另外针对你刚才你所 所提到的这件事情 基本上我们也检视过 我们目前 台湾针对的这个飞机 这一块 就是恐攻的这一部分 恐攻 对 我们都有做 那详细这一部分呢 我想请我们核进处 没关系 我把我的问题问完 你们再回答 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台湾的核电厂 如果遭受恐怖攻击 我们核电厂的安全的标准 注意防范吗 目前 好 基本上 基本上是有的 好 有吗 我这边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对设计部分 我们事实上是依照美国的 相关的法规 尤其在福岛事故之后 它基本上就是 例如说我们所谓的遥控停机品 就是说 好好好 我懂 是 好 下一页 好 原能会啊 你们在去年就有发布新稿 这个我理解 你们在一百年的时候 行政院有核定 国内核能电厂 现有安全防务体制全面体检方案 你们有一个这个体检方案啊 有防范恐怖攻击的检视项目 有 但是 你们有这个项目有要求台电把所有的核电厂 所有的相关的设施都有做到 有办法防范恐怖攻击吗 有没有 在台电整个它对大范围的火灾 他们都有一套系统 另外他们在这个跟冰井的协定相关的防范 他们都有做整体的一个部署 好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 好 下一页 因为最近啊 对岸军事的威胁的情势非常非常严峻 这个非同小可 光最近 今年啊就已经绕台八次了 然后根据过去啊解密的文件 对岸要攻台啊 解放军想要轰炸台湾的核电厂 也就是说 以最近的 对岸的威胁的情势 他们有可能会针对台湾的核电厂做恐怖攻击 所以 这个事情非同小可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的核电厂相关的安全的措施的指引 其实都有防范恐怖攻击嘛 是的 都有嘛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要求的指引 我们每一年去检查所有的核电厂相关的设备的时候 然后台电有没有非常的具体的落实到这些安全的标准 有没有 这个我想要了解的 基本上台电公司包括核安跟这个恐攻相关的一个安全 包括在我们会里包括我们核能管制处核能技术署都有针对相关议题做定期的视察 那台电在这个部分也非常重视 所以相关的一个该有的设备测试 他们都会测试 那一个很重要就是水源跟电源的工业 有 都有 那个替代性都有 对 好 硬体的部分 那你所说的可能有 那软体的呢 演习 好我们现在来看演习 这个是从我们原能会的网页 网页上面有提到了 为避免恐怖分子危及我国核能电厂安全原能会如何因应 好 原能会的这个网页里头也有提到 如果威胁或危机经评估可能超出核电厂驻卫保警的防卫能力 核电厂可向临近的警察机关以及国军部队请求资源 这个是你们在相关的这一个应变计划里头 就有明文规定的 你们可以做这个事情 好 历年来的反恐演习 有 按照规定你们每一年都要举办一次 你们的反恐演习的规格是什么 就是只有请助卫警 有没有一些照片也秀出来给大家看 你们就只有请一些助卫警 这样的层级在办理 在办理反恐演习 你们有没有请演习的过程里头 演习的内容 有请过临近的警察机关 或甚至请国防部来协助 反恐的演习吗 是 这每一年要举行一次呢 我跟委员这边报告 事实上我们的反恐非常多种 包括这个行政院事实上 因为核冷电厂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所以他们也会定期对这个核冷电厂 有这样子的一个反恐演练 但是因为我们在网站的照片 就是只秀这个部分是 因为很多其他的保安考量 那整个演示上我们包括跟这个 就是台电公司包括跟海巡军方 他们都有一定协力 每年也会有这样的训练 会到这个场里面来了解 你也没有请过国务军部队 来协助支援这个反恐演习吗 核冷电厂他们基本上会请他们有一个协定过来 但是在实际演习的时候是没有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所以所以主委 我要求既然我们的规范都有嘛 也不是新的模式嘛 我们都有 所以可不可能我们在每一年的反恐演习的时候 这个规格要提升 这个规格要提升嘛 这个规格要提升嘛 你们是非常简单的 助威警啊 针对歹徒啊 这样子的反恐的演练 这个层级非常非常低啊 没有办法因应未来可能产生的恐怖攻击 因为国军基本军方基本上是在场外 那场内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没有找啦 但是您刚刚所提到的话 我们可以 在针对的场内呢 我们将来也可以找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呢 你大概就是 这是因为上个礼拜日本啊 关掉了一个核电厂 是是是是 所以他们是高度 用高规格在处理恐怖攻击耶 所以他们的新的规范都把这个纳进去 然后我们台湾可以不用警觉吗 军人会可以不用警觉吗 是是是是 不行喔 那我们过去都有这些规范都有这些规定 可是我们都没有做到那样子的标准 所以我要求军人会 即刻启动反恐演习的规格要提升 可不可以你们一个礼拜以后 以内提出相关的报告 可以吧 是 可以吧 可以可以 好 好 接下来 我在很简短的再提一个问题 好 下一页 好 再下一页好了 我们原能会要异地办公 这个是新闻稿 你们要选择核电厂作为你们原能会异地办公的地点 这合适吗 原能会是有一定高度的风险 那需要高度控管的 原能会怎么可能 我去评估说 你们要异地办公选择核电厂去做异地办公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样的想法 是这样 我们异地办公大部分是在核研所 不是在核电厂 那选择核电厂呢 我们是考量 我们是考量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在 我想你们可能 你们想法可能是 认为疫情的关系 应该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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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初这个措辞在这方面是不对的 什么不对 主要是说 我们派更多的 有一些驻厂的人员 去什么 去watch 去注意他们 有关防疫的措施 所以说我们有派一些更多的人去 那这个当然 那你们要说明 是的 按照你们的新闻是说 这个异地办公选择的地点 有包括核电厂 那个用词 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考量呢 核电厂绝对不适合原能会 是 一般上班的地点 你们做异地办公的地点 我们现在 我们是让我们做的 做的这个异地办公是在哪里 是在核电厂 在核电厂 算是在核电厂 为什么要选择核电厂呢 没有 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说 他们是讲说利用这种机会 好 你们要澄清 不移也不应该 是的 好 以上谢谢 好 谢谢黄国书 赵薇 谢谢 好 接下来请陈秀保委员 谢谢张伟 那有请我们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陳委员好 主委早安 恭喜 谢谢 谢谢 那 在我们解冻的书面报告里面 第八页有提出来 就是依照放射性 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的计划书里面 本来是已经排定了 在一百零五年的时候 就应该选定长指 那在一百一十年的时候 就应该要启用 好 但是以现在来看这个时程 是没有办法照这样子进行 那我们现在也只能一直以法环 来处理 先按照我们的办法是的 好 那圆人会 圆人会是我们整个放射性物料管理的主管机关 那么依照这个规定 我们应该要督促台电公司 规划我们国内放射性废弃物最终的处置设施 以及筹建解决放射性废弃物最终的处置的问题 但是依现况来看 台电与经济部 如果迟时没有能够完成选址的作业 原来会是不是有其他的副案 总不能部会一个推一个 然后 部会推完之后 那推给地方的民众 造成整个合飞料的处置遥遥无期 我想 我想委员大概也知道 台湾的不管是低上也好 我们就不谈高上 台湾在低放这一块 基本上我们在合飞 藏子的选择基本上 体力又是非常的困难 那原来会这边的副案是什么 但是我们 我们才有不断的有一些替代的方案在出来 所谓替代的方案是说 像刚才您所提到的 像105年这件事情的话 那因为它也在105年3月 台湾电丁公司它没有办法能够把 低放最终场子能够选定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就采取它的法 那同时 就只有罚款 只有罚款 对对对对 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呢 不止做这件事情以外呢 我们就希望它有一些替代方案 所以说他们就针对着 藍玉储存厂也好 还有这个 低放储存厂也好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把它脱钩了 脱钩了以后呢 他们在105年 年底的时候呢 他们就缴交了有关 低放 有关低放储存厂替代方案的相关的一个计划书 所以说呢 一个是藍玉储存厂的 一个是低放的这个 那我们针对问题来 那这里面就分出来有两个 我们针对问题来谈 在我们书面报告 第65页及70页的地方 沟通执行现况及差异分析表 但是从上面只看到现况执行的现况 并没有表列差异的分析 虽然这个附件是台电所提供的报告 但是请问主委 你们是不是真的有去了解卡关的因素 到底是因为回馈金的问题 或是是地方民众他们的期待不相符合 或是元论会这边 是不是由你们自身的专业来协助来说明 以减少民众对核废料的疑虑 有没有在收集地方民众的意见 当然我们要尊重地方民众的意见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坦白讲基本上就是沟通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沟通的问题 那有没有原来会以你们专业的 专业的角度来协助地方的沟通 有有有有 这块我们是有 但是重点是在那里 重点还是要让台湾电力公司 在第一时间能够把地址找到 选址的场址能够找到 或是把场址的候选场址找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本上我知道他们是很大的困难 对我们回到我们报告第十页 其实对于选址的这个作业整个延档 贵会已经有多次的喊请经济部 及台电公司积极的来办理这个选址的作业 并且请经济部这边规划自行 甚至你们请他自行规划地方公投的可行性方案 但是依据我们第一方的这个最终处置设置办法 第十一条的规定 你们可以强制地方进行地方性的公投 不不受公投法第二条 与地方自治有关事项之限制 但除非地方首长或地方民意机关 他们自愿在辖区之内设置这个设施 那依照选举第十条优先核定为建议候选的场址 并且依照第十一条办理地方性的公投 否则从过去几次的经验 只要没有达到共识 公投根本是办不起来 好那就算跳过地方政府 实务上没有地方选务的配合 不要说选务人员 光是投开票所都借不到 请问主委 经济部他要怎么去办这个地方性的公投 这个公投根本办不起来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刚才所提到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沟通嘛 其实主委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很白 就是你要所谓说站着说话不腰疼 贵婚是整个的监管机构 那在提出任何的建议之前 其实也要多思考说实际他们执行的面 可能面向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协助他们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解释问题 那现在是针对整个地方处置场的 建议候选的场址 那我们没有用全国性的公投来决定 那如果说全国性的公投不可行 地方性的公投也是不可行的 那既然不能用全国的名义 强迫地方来接受 那也不可能以全县的名义 来强迫一个乡镇来接受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就采用了 行政院的非和家园 推动专案小组 最后他们的决议呢 就是采用了所谓中间暂时储存 那如果是中间暂时储存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采用公投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地方沟通的 所以说在这边我刚才已经讲了 最重要还是沟通 因为你看全世界的所有的 不管是低放甚至高放 他们都是采用沟通的方式 用法规法律的基本上 但是沟通在没有共识 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 沟通只能一再沟通 一直沟通 不停的沟通 之后还是没有共识 还是没有办法做成最后的决议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说至少中间暂时储存 基本上是依照目前的法规 但是那不是永久之计 那不是永久之计 所以本期才会请教说 主委在这个方面 你们到底有什么副案 你们到底有什么方案 你们到底有什么协助 有什么建议 可以让台电更积极一点 可以让他们来落实说 其实我们要讲白了 就是说这件事情真正的困难点 还是跟社会大众的沟通 只有这块做到的话 其他的问题都迎认而解了 那只有沟通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整个地方的储置场 我们打算用怎样的时程去排定它 没有我们已经有排定了 基本上已经 现在他们选择的这个中间暂时储存的话 那目前最重要的是先跟地方民众 第一个先沟通 第二个呢 能够尽快地把长子找到以后呢 在五年新建完 所以现在长子 在114年 所以现在长子 选定的作业 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 我所知道他们现在是有长子在沟通 那至于长子的选择 基本上是他们 他们在 换句话说 就是台湾电力公司 基本上他们要去做 那他们 这个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议题 基本上很难 我在这个地方跟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他们选择 选择状况是什么 但是我们时程就是 安排就是在114年 如果他们采用中间暂时储存的方式的话 他们在114年要新建完成 其实我们原南会也是监督机关 那也是要来辅导他们 当然台电这个上面已经卡关卡非常久了 那我们除了处罚除了罚款之外 我们能够协助他们的 是的 我们也要尽我们能力去协助他 总不能一直以这样子的方式 我觉得那是在逃避 所以说原南会这边应该有更积极的作为 来协助台电协助经济部 那本身主问你有提出说怎样的看法 或者说你们本身 现在你们有拟定怎样的方案 是不是你给我一份报告 而且现在我的时间也到了 我会给你一份报告 然后再来我跟主席借一下时间 我看了一下你们这一本 科普化之作为的专案报告 那看了一下你们所办的一些科普推广 那我看了有一场是在台中 我们彰化县民也非常的羡慕 尤其我们彰化县是我们光电跟风电推动 非常的成效非常卓助的县市 所以说是不是也可以来我们彰化县 办理这样子的科普展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了解到说 光电跟风电在我们彰化县有怎样的落实 我基本上我们很乐意去 我们尽量排除外难去 好谢谢 谢谢主委 谢谢主席 好谢谢陈委员 好谢谢主委 接下来请吴立华委员 主席 主席好有请我们主委 好请谢主委 上一次的直询 我有就蓝宇核废料签出来关心 在那之后呢 也非常的谢谢 你们辛苦了 我应该的 就是因为书面报告 可能在进度上一直都是一筹莫展 没什么进展 我想这个议题也的确是困难 但至少我看到的就是 我们圆能会的同仁 都会来办公室做一个定期的报告 让我们可以掌握进度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还是要跟我们主委跟同仁 说一声辛苦了 那我想今天就我们的业务报告 教育的启蒙社会的沟通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看到 我们108年度的原子能科普展 在这个科普展的主轴内容当中 特别出现很多 每一次都有所谓的绿能 绿能 绿能 那上一次的直询 我有特别提到 因为我们的原子能跟绿能 其实是相异的概念 甚至很多人认为是对立的概念 那绿能发展很重要 我们也很支持 但是我们希望 它是在它因数的部会来发展 不要跟原子能核能混为一谈 所以我在想 未来 是不是针对这个内容 科普展的主轴内容 要不要我们尽量以核电除异 核废处理 辐射安全 这些面向 来促进我们的社会沟通 是 谢谢 很好 我们也打算这样做 是的 是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这里 我们是循序渐进 好 因为现在 因为核研所目前 基本上他们过去有一段时间 他们做 有部分做绿能的这一块 那未来呢 我们当然都就是朝着 因为他们将来如果主改的话 他们就变成这个 所谓的国家农团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们当然一定是重点 都一定是要放在所谓的 核能方面这一致 好 谢谢主委 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 另外 我也有一个建议 就是看了这一些我们办理的科普展 我们在北部 我们有核一核二核三 核一核二核四 那在我们南部也有一个核三厂 可是呢 我们看这个科普展办理的地点 很羡慕 我也喜欢去华山文创产业园区 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去 不过 是不是应该南部也应该来做 是的 这点我就在这边 你就不要耽误您咨询的时间了 我们一定想办法去 而且我 而且 南部您认为要放在哪里比较适合 我想我会第一站 我会选择屏东 屏东也很长 一百多公里 不是 我的意思说 重点因为屏东 刚才就您刚刚讲 因为屏东有核三厂 是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应该在屏东 离核三厂不远的地方 但是最重要 我希望到那个地方交通方便的 能够举举人气的 最重要要有 要有观众才行 是 这个是我们办展的最大的目的 要有人 要人来 那到时候这些学校去看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措施吗 没有 基本上是免费的 交通呢 我们基本上 交通呢 交通这一块的话呢 我想 好 没关系我们研议好不好 我们一个业务的终绩 跟委员报告 我们去年在台中 台中的部分 也有结合附近的一些学校来办理 然后我们也有鼓励 鼓励同学写学习单 或写作业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请学校部分来 给他评选 然后我们有发奖状 也有一点点的奖金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去年在台中的部分 跟附近的学校的部分的配合 我会这样子问 其实是因为 因为我们在恒春半岛有个和三场 是 那个地方也非常多的学校 如果要拉长到屏东市 那是一百多公里外的地方 那交通距离都非常的远 是 非常远 我想我们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展 我们是想要来做教育启蒙 社会沟通 那对很多学校来讲 交通工具 交通费用 其实是一大困扰 我们要跟学生收费嘛 所以呢 希望说 能够去思考一下 如果未来我们办自己 这样的一个科普展 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些 便民便利的措施 好不好 好 谢谢 那另外呢 我想很多的委员也都在关心 因为这是刚发生的事情 就是关于我们发现到 有辐射异常物 通报我们的圆能会 通报我们的圆能会 那在这个地方 比较有趣的 就是特别提到 我们的回应竟然说 它的这个辐射值呢 是每小时六维西服 然后认为只要保持距离 一公尺以外 就可以安全 我们不晓得说 我们在做资源回收的时候 我们在减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 如果也要做一个社交距离 安全距离 其实这是蛮困难的耶 我想是这样的 基本上呢 没有错 因为昨天 前天 卢州的相关的管件 就是这个 天然废弃物 放射性物质的管件 被发现了以后呢 那当时我们去去量测的以后呢 我们发现呢 它的表面的这个辐射剂量呢 大概是六个 唯西服务 没小数 那坦白说 以一般的背景的一些相关辐射 是0.2 就是你刚才所写的 那在这种情况 它当然是有异常 那当然 在瞬间 当然是有危险 但是呢 如果说 你离开它一公尺厚以后 就如您刚才讲 很久一个就 那它就会 它就会 它就会 那它就会 那这是我们当初 写的一个目的 只不过呢 我们当初在想要说 因为在第一次 因为所有的这个 辐射这个剂量 基本上就是看你 你感染的时候 就看你的时间 那我们通常在讲 在讲这个 每一年的这个 我们人人人物接受的 这个辐射剂量呢 就是一毫席 OK 每一年 所以从这个角度 出发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它在这个瞬间里面 产生这个 基本上呢 它是 它是异常的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去预防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新闻报导 你们提到 未来会要求国内的钢铁厂 要设置门框式的增减器 也要辅导我们这些资源回收业者 购置辐射增减器 如果能够增减到辐射异常 可以立即通报 那我想 这个是我们原能会说的嘛 已经做了 85年开始就是这样做 是 那我现在要提的就是 我们讲的这些 它都是属于末端 末端 那我不晓得说 在这个中间把关的部分 你们有没有去想过怎么做 有 你跟讲一下 有 这个报告委员 这个的确是有 但这可能是某一个环节里面 出了一些历史 但是现在目前的 这个查查的方式 就看到可能有人把它做 那因为时间到 既然有 是不是也希望在两周内 提供一个报告 这样可以吗 好 让我们可以交代 好 可以让大家安心嘛 你们说有嘛 那包括那个 我们的二号机 河山厂的二号机 说这一次首次没有国外祭司来台 那这个部分到底 现在已经5月26 已经修了 今天我们已经发了个新闻稿 他们准备申请病人 好 那我们希望跟我们社会大众说明 让我们能够演一个 好 那谢谢主委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谢谢吴委员 好 接下来请李德伟委员 主席还是麻烦谢主委 谢谢 好 请谢主委 李委员好 是 主委早安 主委喔 这边本席还是要请教一下 就是 合一厂目前厨艺的管制的进度 大概是怎么样 您可以说明一下吗 基本上是这样 目前去年7月16号 合一厂就正式进入厨艺 因为我们已经核发了它的厨艺许可 那很可惜的就是因为它的合一干厨 现在目前有关所谓的随独保持 台湾电器公司还没有办法取得随独保持的完工证明 是 所以说我们就一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现在目前针对的相关的管制呢 我们就采取 跟运作 仍然在运转中的核电厂的一样的这个 管制的这个 机制跟方式呢 来处理 好 因为当然在这个部分喔 就是说反应器它用过和燃料脚 到现在都没办法抽出来的话 每年你的营运的经费还是很高啊 本期这边资料上 起码也要7亿 然后安全的风险也增加 那整个厨艺计划 就没有办法推动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台电跟原能会有没有一些有关的想法 有 事实上台湾电影公司跟原能会 事实上我所了解的 有关新北的这个 跟新北市政府有关 随独保的完工证明这一块 他们有在做 那我们很希望说 我知道他们目前盘定的一个时程 大概看看年底这一块 那他们能不能有个具体的结果出来 希望年底有一个具体的结果 是的 这个是我所讲 就从年初的时候 最近我有稍微问过他们 就是说 因为疫情会不会受到影响 他们告诉我到目前 没有看到有疫情有影响的状况 所以说我们还是期盼他在 今年年底之前有个具体的结果 那当然要请教一下主委 因为核二厂的一号机明年嘛 那核二厂的二号机是民国一百一十二年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会不会也有发生同样的一个问题 是的 会的 因为有关 现在目前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 核二厂是随土保持完工证明 但是核二厂呢 现在目前是所谓的浸水 浸流浸水的这个消减计划的这个 还没有也没有得到他的核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可能也不但是还好的原因是因为 毕竟呢 还有一些时间缓冲的时间 但是会不会受到影响 在这边当然是会受到影响 也会受到影响 是的 但是我认为 这是我如果新北在有关随土保持完工证明 这一部分跟新北达成的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彼此之间 有达成相关的一个协议以后 换句话说 他们允许的以后呢 我是认为 这个所谓浸水费用这个消减计划呢 那基本上呢 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个疏解 那换句话说 就会 实陈上面呢 就不会得到延误了 那主委啊 因为我想 当然 原论会的网站上也写到 我想大家也都看到 113年跟114年 尤其114年的5月17 是核三的二号机 最后申请 以研议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实现 那 代表说 应该这样讲 您现在预计里面 核三厂也会正式确定的来厨艺官场吗 这个部分呢 我刚讲 目前来看的话 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 五年前 在直到到期的五年前 要提出 研议计划 如果没有提出 那当然我们就按照 按照我们的 按照我们的规定处理 那所以在这部分里面 那核三厂会有没有机会 再申请研议啊 实陈已经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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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不可能 所以核一核核三 应该是不可能 就您确定了嘛 是 那这样子 台电 当然这台电的问题 跟原来会关系不大 所以台电它可以确保台湾的用电 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它有反应过吗 还是 我相信他们 我相信他们 我认为他们知道的 他们也会去处理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 最近这一两年 特别是去年 大前年 核二号机起来以后 那经过去年跟到今年到目前为止 其实有一些相关的 有一些相关的讯息 坦白讲我也是从 从这个报纸上面看到的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 前几天台湾电力公司董事长 在他的这个董事会上面 他讲得很清楚 未来一年到明年夏天 基本上他都认为 所有这个电力的运转 基本上呢是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是 好 没关系 所以这部分当然也许台电管啦 那本席 另外会去请调 我们很难智慧了 那这个部分 原能会当然我再请教一下主委 我说我们辐射防护管制的核心中指 是以专业的辐射安全管制跟基查 保障人员跟环境的辐射安全 那福安的违法裁罚案件 107年有4件 去年有3件 去年有3件 今年到目前为止3件 请教 网站上 并没有公布 违法单位的名称 那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 比照其他的部会 来公告他违法的单位的名称 这个部分 原能会 能不能够把这个资料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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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就麻烦原能会 那另外 请教 这个裁罚的案件这么少 它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做得好 还是 本席在认为是不是你们基查的案件少 好 我请我们福房处出长 好不好我也 当然 有违法 违规事实 那就一定要裁除 那当然我们 你们那一年 才 应该说你们去 这样讲 你们去 集合大概多少案件 我们一年的 这个对于这个集合大概是500多次 500多次 500多次 对 所以大概可以集合到3到4件 是这样吗 就是 那就是 唯一 就是他因为情节会有轻重 触犯到法的部分 当然一定是 那其他就是一些改善 或要求 就注改 或者说 这个 其他的一个行政上的一个 指导或处理 所以 整个加起来当然 有 不符合规定的 当然不只这个 3事件这个数目了 这个部分 当然本席也反映一下 今年有一件的裁罚 是受处分人指派 未取得 辐射安全证书的工程师 操作许可类 可发生 游离辐射设备 或放射性物质等的辐射作业 这个请教主委 您现在可以公布一下是哪一家吗 它是不是累犯或者 那个 因为它用 嗯 我想 汇后 包围我今天没有带资料过来 我会觉得我待会 汇后可以提供 汇后提供给你 另外 这个由于违法的案件 原人会都采最低罚 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请 请会里面的同仁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 我们的采法都是最低 那那是因为它都是无心之过 还是 有特别的原因吗 那这样子 能够确保我们这个相关 辐射防护安全的工作吗 因为你的采法永远是最低 你永远 这个可以说明一下吗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的采法 我们不是一定要采最低 要看你犯罪 就是违规的情节 你的序域 你应该注意度是怎么样 当然你是一个比较轻微 或者说你是 其实应该注意 但是你比较不小心 出到法规 当然我们用最低罚 但是很明显就是 这个犯意很严重 或者说我们觉得你是累犯 那就会从 比如说最低罚的两倍三倍开始起跳 所以没有说一定要从最低来处罚起 好了解 那最后啊 因为本期时间也快要到 但是我还是提醒主委跟 所有圆人会的同源 说实话 在中华民国在台湾 原子能 已经被污名化 我的意思就是说 核能已经被污名化 所以你做这些科普展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提醒 所有来看 展览的小朋友 不要污名化核能 不要污名化原子能 否则 每个人 看到原子能委员会 想到核能 你永远洗不清 你永远都是被人家看低的 所以这个部分 拜托所有圆能会的同仁 在你的科普展当中 一定要告诉我们未来的主人 原子能对于人类是有他的注意的 他不只是核能发电 他还有什么 他还有许许多多包含医疗 包含其他方面的功能 在这个部分 千万要去纠正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来 原子能何能被污名化 否则抱歉 原子能委员会 永无翻身之日 谢谢 好 谢谢李委员 谢谢主委 好 接下来请郑政前委员 主席所有列席官员大家好 主席我想请一下我们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谢主委好 其实我非常高兴能够在520之后 继续在这边碰到您 好 那继续跟您就交 因为我一直觉得你算是一个 很热血的部会的首长 就是 所以我这边的时候 其实要先跟你请教一下就是 关于这原人会主改的问题 因为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也很多的 那个委员都曾经跟你请教过 那对于主改这个部分的时候 您后来有没有跟我们 呃 书院长持续去沟通这个部分 在主改 首先我要先讲一下 呃 所以说我们已经通过了 所以说基本上是很难 所以不可能去抢救了嘛 对不对 很难牵一法移动全身 那到苏院长这一块的时候呢 因为 呃 因为其实书院长接到现在目前 其实时间也不长 从 应该是从去年1月14号开始嘛 那中间就变了好 有好几次嘛 有好几次 然后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实在 再加上最近的疫情的关心 我实在是没有 很好的一个适当时机呢 跟他谈到这件事情 好 如果刚才 张亮万间委员有提 呃 呃 呃 跟跟 有提到 那基本上呢 我想我会在适当时机 而且会呃 大概就是在今年七八月间呢 如果疫情已缩緩 而且一些都恢复正常時候呢 我会 哦 會利用机会 是的 好主委谢谢 特别给您一个时间去说明这部分 其实也表示我们对这个关心 但因为其实我对你的热血 其实是非常肯定的 可是现在的状态就是说 上个礼拜六 卢州这个事情 我刚刚有听到你 我做一点简单的一个回复 那本席比较关心的其实是 其实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案件当中的时候 虽然后来是说 他只有六维C浮水 他没有危害 对不对 对问题短暂时间没有危害的 如果你长期的步骤在这边 当然还是会有问题 所以本席要问的状态 其实说对于这样的一个 进口废钢铁 如果说进到台湾来的时候 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们原能会这边 是要怎么去解决它 有没有一个标准的SOP做法 我们有标准的 我请我们福岡州主长跟您说 好 爸委员简单的讲 就是我们有一个办法在规定 就是这个进口的钢铁 那进到每一个熔炼炉钢铁 全国有18家 他都在进门的时候 有设这个很灵敏的增减器 量到之后呢 就通报原能会 那么两个方式 一个就退回原产出口国 一个是国内设法帮他接收 这其实从84年开始 您做了25年这样一个措施了 OK 那这几年碰到的 如果碰到就是国外进口的废钢铁 如果有受到污染的时候 我们都是采取你这两种方法当中的哪一种处理 多半都是从退运 因为我们直接退运 直接退运为主 对 因为这个其实才买卖契约就可以订 民定就是说 进到台湾被量到有这个辐射异常的东西 就要退运 就是原出口口要接收 这他们在买卖合约 大概都签订这样一个合约 那么在这两年当中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发生多少 查到多少这样子的案例 当然系的我国内国外 我不是那么清楚 国内 就是大概有 我记得去年大概有40多件 有40多件 从国外进口的 就是废钢铁被查到 含有辐射物质是这样子吗 当然少部分国内也会发现 国内也是会发现 但大部分都是国外的 那详细的数字我可以 这个也会后可以提供委员参考 那你同时给我一下 就是国外进口的 跟国内发现的案件 好不好 是 那么因为今天我们最主要 是在讲说 有关于我们预算解冻 跟科普的部分 我想先请教一下 就是主委 对科普的这个部分 因为新竹的清华大学 其实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设备 我们原能会跟清华大学 就是大概有多少的 就是合作计划 目前 我想这个 我想请我们 我大概知道 百分之大概 我还是请我们那个 中纪处署长给你们说明 大概最近这几年 你看说明一下 是 包括委员 委员提的是 原能会委托的 还是 透过我们原子能 原子能的 主要一个Missure Fund的部分 是 都有 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都包含 两个部分的话 如果说以 今年109年的话 大概少于10件 对 然后过去的话 详细的数字 我们会统计给 会后再给 那么另外就针对 整个科普 我想跟那个 委员赛报告一下 未来的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的 原能会相关的一些 施政的重点 可能稍稍偏向于 不是核能发电的 它的厨艺跟核废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部分 厨艺的部分 跟核废的这一部分 相关的一些计划 可能就会放得比较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不见得就现在 清华大学 核工系 核工类似的系 所有工学院 土机电话的科系 大概都可以 包含在里面 所以这种情况 自然而然 它就会走下来 事实上呢 我有很大一个机会 跟贺城校长 有碰到面的时候 我常常跟大家提过 希望他们在 清华大学在这一部分 将来开的课 特别在核废的 核废处理这一部分 看看能不能够 特别的 开一些相关的课程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 特别关切的部分 对对对 尤其是对于 比方说核能的部分 用在医疗的部分 这也是清华大学 非常极力去推动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 圆人会这边 可以大力的一个支持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在看科普当中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提到 在台北跟台中的一个活动 本心也希望说 能够帮新竹市 因为既然有清华大学 这样的一个资源在那边 我们也希望 圆人会能够大力的支持 在新竹市 多多推广 跟圆人相关的科普的活动 好不好 好 因为您刚才有 答应我们其他的委员 到张叉去办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新竹这边 是的 是 我们会办一个巡会长 是的 好 那么接下来的部分 就是针对于冻结案的部分 其实有提到说 对于游离辐射安全防护这个部分 有6000多万的一个部分要解冻 那么游离辐射这部分 我在想说 切射到 里面切射到很多 我想说有一个部分 是跟职业安全有关系的 跟职灾有关系的 那么本席这边的时候 其实比较关切的部分是 因为所有的游离辐射的相关的 计量的data都在雇主的手上 那么员工 劳工如果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们 有没有办法 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法律保障 如果他们碰到这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取得这样的资料 因为本席查了一下 在过去5年当中的时候 几乎没有任何一件 跟着相关的一个 职灾的案件 一个状态是我们职灾做的好 一个状态可能是 劳工没有办法取得 他们相对应 平等的一个资料 可以请主委这边做一个回复 好 我想请那个 我说你刚才 好那个 跟我们的报告 那原生上按照法规的规定就是说 雇主提供这个 老公的这个计量的资料 他其实应该让他知道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个别员工有需要这东西 原人会也可以提供给他 原人会也会保留这个资料 如果他有需求 原人会也可以帮忙提供给他资料 让他知道他的权益这样子 OK 因为最主要是 工作场合的现场 如果说比方说 他们有些侦测的 sensor 如果说没有去佩戴 或怎么样子 要求如果不够严格的时候 也许这些资料就没有办法 很完整的得到 不过这部分麻烦您 事后给我一个书面的资料 那最后还要拜托您补充一个书面资料 就是在之前 新竹市曾经有过这个辐射屋的问题 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很完整的资料 因为我找不到这个辐射屋 后来后续的处理 还有相对应的居民的一个安全检检的相关资料 可不可以针对这个部分 给我一个完整的一个资料 没问题 好不好 一句话跟委员报告 新竹非常非常少 一起非常轻微 跟您报告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政委员 谢谢主委 接下来请范云委员 谢谢 好 请 谢谢主委 范云委员好 主委好 是不是要先恭喜您继续担当大任 是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不会 我想首先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原能会关于原子能科学普及化的作为 那先肯定一下 就是说你们报告书中呈现的 我觉得两个部分做得不错 第一个就是说你们在做科普的时候 有注意到新著名的语言需求 譬如说在做相关的教育 就是说让他们认识这个辐射安全的时候 那都有就是说印尼文 越南文跟泰文的这种亲子共学的绘本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做得蛮不错的 谢谢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你们计划的部分 因为我蛮关心性别平等的部分 那你们在致力于就是打破过去男理工女人文 鼓励女性参与就是 这个科学的部分做得不错 那至少我看到你们108年 国高中生原子科学探索之旅 就有做到任意性别达三分之一 让这些来参加的国高中生 最后女生占了43% 那我想能够注意到这个部分 而且执行不错的话 这两点我蛮肯定的 那再来的话想问就是说 跟刚刚也有委员问到的就是 这两天 5月23号就是 就前天嘛 这新北的这个卢州的这个放射性的物质 那我想问的就是两个问题 因为刚刚已经有人问过了 就说关于那个回收厂的那个检测器 怎么会这么离谱发生那个检测错误 差了这个1000倍 所以你们在 因为他们其实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嘛 刚刚也有人提到他们的职业安全的问题 那你们如何能够让他们这个定期矫正检测器 这个东西可以做好 那这也包含教育的部分 然后工作已经很繁忙了 在回收厂的人员的既然已经有检测器的话 教育的工作 那第二个刚刚也有人问到这个金属管的来源 如果它的确是跟你们所掌管的 辐射原子能安全有关的话 那你们未来如何加强这个辐射物的外流管制 我想针对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一块 那我想基本上呢 您说的是的 因为它不管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辐射量测器 基本上它是老旧还是新品 基本上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重要的是就是它的校正工作可能没做好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当事人本身在量测的时候 他并不见得很熟悉他的单位的这个转换 OK 所以说会造成一些问题 那关于一些其他的这些 我想我们的这个 服装处的刘所长在这旁边 我想基本上我请大家做更专业的回答 可以简短的告诉我吗 好我就讲第一个就是说 加强教育的部分我们会加强 怎么加强可以讲具体一点 我们其实都有例行的 就是找这些回收业者 我们来做这个宣讨沟通的会议 多久一次 一年几次 我们大概不可能 因为对象实在太多了 我们大概 也许是两年 过去大概是两年到三年办理一次 因为 所有的这个辐射的设备 本来它就规定每年都要校正的 才能够正常实用 现在很明显两到三年一次 就是效果就会出问题 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提醒 我们大概尽可能来 也许每年都来办一次 这不是提醒 这个是优关于我们的回收厂的 员工的职业安全 好吗 对好 这部分我们会努力的 看怎么样来 可不可以检讨一下 那如果怎么改善做法 可以送到我办公室 据说目前你们的做法 显然第一个 他们那个检测器 就没有定期矫正 那事实上潜在的 也许有更多的辐射物 他们因为没有检测 或者检测器出问题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没有上心 跟我没办法 应该是不会 因为 你这么确定百分之百不会 这个是有机 我前面有讲过有个机制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都要加到钢铁掌 钢铁掌有非常灵敏的 所以有检测 一定知道是哪边来的 但是就担心 他们完全不知道 怎么用没有检测 好这部分我们一定会检讨 还就是说刚刚讲的 那个金属管的外流这部分 你们怎么去避免 这是你目前觉得 是管制上哪里出了问题 对 那这其实就是 就刚刚委员提到 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仪器的不正确 或你对它认知有误的话 但这次虽然说是 它有点像夸大数字 但是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 有夸大 它夸大了 但是后来还是有六维西服 它原来是三千 所以大了很多 所以它可能会使用上 但至少这是一个好现象 代表它有一个意识 那我想这部分 我们现在在调查当中 也知道 就是有诸步的线索 是怎么样 会在那个地方发现 所以后续我们会针对 这个线索去查 然后强化整个管制的一个流程 看哪边出了 这个六维西服 这个查出来 可以给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 委员们都各一份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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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核废料的这个延拓 园门会怎么沟通 我想你们的报告书 第九页到第十页 都一直在讲 就是说台电跟经济部 第一个就低放射性的废弃物的最终处置 很明显的就已经延拓了 那延拓到现在你说你们有依什么 按年罚款 然后那个选定的长旨 依照报告书讲的 就台东跟经济门到现在 都没办法办地方性公投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主委 这个按年罚款依照那个法规 一年是罚多少钱 没有 我们有从一千万到五千万 所以我们第一次罚的时候呢 是我们是从最低开始一千万开始罚 所以是罚台电一年一千万 就是他如果 第一年他延拓 基本上没有完成 那我们就罚了一千万 第二年他还没有改进 那我们就罚了三千万 所以现在已经罚了几千万了 已经罚了第三次 总共加起来罚多少 总共还不到一万块了 不到一万 对对对 不是你说第一次一千万 第二次三千万 三千万嘛 再加五千万 所以现在加起来多几千万了 就是基本上加起来就不到一亿嘛 不到一亿所以对台电很少 坦白讲 基本上这个钱是不多的 那这是不是应该修法 因为你罚他没有用啊 实际上现在目前重点还不是 因为按照这个他们呢 这里面就是牵扯到很多 行政诉讼啊 这些相关的 还有到法院啊 等等 你看像我们现在那一千万这一块 到了法院以后呢 出审基本上呢 我们是 我们是败诉的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在商途当中 那另外呢 你们罚他然后还败诉 但是原能会不是很没有面子吗 罚了九千万 然后跟台电打来 那那些九千万目前都是 都还在空气中在飘上 还没拿到钱 还没有真正 所以我的意思要讲就是说 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 还是强调就是说 的确在台湾 针对的低放也好 或是高放也好 我们就讲低放了 那在这一块 坦白讲的确是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说沟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 台湾电力公司 有台湾电力公司 经济部有经济部 他们沟通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原则 跟他们沟通的方法 我们有我们的沟通的方法 沟通都是依法吗 你罚款也是依法的 那主委您是依哪个法 您知道吗 没有没有 沟通不是 沟通基本上 那你刚刚讲那个罚款 一千三千五千 那是依哪个法 对我们是依法法的 哪一条哪个法 报告 我们是 罚款是根据物管法 那对主要是 所以台湾电违反物管法 最主要是 他要送地方处置计划 那地方处置计划 所承诺的 事成没有做到 所以我们依据这个来罚款 那可不可以请主委去 检讨一下 这个法是哪里有问题 让你罚台湾 他都完全不痛不痒 然后你还被告 可不可以这个法 应该是出了问题 所以你没有 就是我败诉 你败诉嘛 不是就败诉 可不可以这个法 怎么检讨给本 我们交易化委员会一个报告好吗 是是是 可以多久之内可以给我们 我们竞速 竞速是 讲个时间好了好吗 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好 那谢谢了 我们继续监督 谢谢 好 谢谢方委员 好 谢谢主委 好 接下来请万美林委员 我们在万委员咨询结束后 休息五分钟 谢谢 好 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万美你好 主委好 一样哦 恭喜您哦 继续来领导我们的 你家里很大 时间越久 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都很多 你看 是的 但是我看您这个 硬答如流哦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我敬你 我还是强调 这个东西是一定要玩 一定想 我们要尽洪荒之力 要把我 很好 我相信您是一个 会尽洪荒之力的一个主管 不过 我有一个问题哦 在之前我也请教过您哦 那既然您继续留任了 我想必须要再提出来 请教一次哦 那也就是根据107年 9月6号 行政院的改组会议 有一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呢 就是行政院的 我们的原子能委员会呢 要进行组织改造 然后预计要改制为 核能安全会 而且这是一个 三级的独立机关 那么辖下的这个 核能研究所 要改制为 国家龙潭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这是之前在会议当中 所做出来的一个结论哦 那主委 在上一任的时候 您曾经表示过 这样的一个将冰 您是不同意的哦 那不晓得您在这个留任之后 您现在对于这件事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我可能 我会尽快的 很简短的把它说明清楚 这有个来中去脉了 基本上当年 我在林全院长找我的时候 基本上林全院长 已经告诉我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呢 我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当时我对这件事情 如果有不同意的话 基本上呢 我可能就不会去担任 这份工作 所以基本上呢 我是同意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个主改 行政院主改法已经通过了 那欢迎话说 行政院的原动会 就是三级机关 那我来了以后 我就发现呢 很多事情 讲白点 自然也难受 很多事情 就这个卡住 那个卡住 很多都卡住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还是变成三级的话 再加上时空背景都变了 再加上福岛核灾以后 而且呢 坦白说 再加上社会大众现在对核能 这一些意识啊 基本上呢 越来越高涨 换句话说 坦白说 对核能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危害的 危险的意识越来越高涨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简单的来讲 我的意思就是说 简单的来说 就您已经改变了这个心意 没有没有 对的 我有改变 所以呢 我在 在赖院长的时候 我有比较 我就有跟赖院长 提到过这些相关的事情 那坦白说 南院长基本上是非常不错的一个 呃 有 的行政主管 怎么说呢 基本上 我如果各位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当初的 在马政府时代的时候呢 原呢 主委 我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用扯这么远了 没有 核言所是走到 因为主委抱歉 核言所是走到 而且我来打断您一下 到这个经济部去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因为您曾经明白表示过 是不同意的 但是呢 像您刚才所说的 有很多的时空背景改变了 那这个时空背景呢 其实本席不晓得 到底在你心里 哪一个部分的时空背景改变 让你心意做了改变 不过没有关系 既然留任下来了 就像您刚所说的 所以您也接受了 不过呢 本席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您 我想如果我们做了 这样一个降编的话 那不管在人力的编制 预算 原额的升迁等等 我觉得您在领导 这个原能会的时候 恐怕都要把这些考量进去 是的 那您一个人很有这个冲劲 很有战力 那我觉得是好事 但是呢 我觉得对于我们人力的编制 我们的预算 我们原能会整体的战力 都是掌握在您的手中 这个降编的影响 在当时您反对的时候 我想你就有去评估过了 所以现在我们留任下来了 那怎么样去把这些问题 去做克服 我希望您能够在家思考一下 好不好 是的 好 那接下来 主委我想再请教一下 那今天大家其实都很关心 就是在上个礼拜六 我们卢州啊 有民众发现了 这个疑似 这个核燃料 这个铁棒 铁管 那早上您的回答 其实我没有太理解 太清楚 到底啊 这个金属管 是从哪里来的 那到底啊 有不同的 关于这个 辐射值的说法 您能不能在这边 就这个事件 正式的 郑重的 把它陈述 简要一下 好不好 第一个 它的来源 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目前 还在查证当中 那已经掌握了 一些相关的一些 但是因为 这里面牵扯了 跟 就是警察局 跟派出所有关 所以说 在目前在调查当中 我不方便透露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至于 它的辐射剂量 就是刚才曾经所讲的 就是它表面的辐射剂量呢 到6VC for per hour 每小时 那 另外呢 它的这个材料呢 材质呢 经过我们核研所呢 初步的 检测以后 我们发现 它的材质主要是 是含有锡 含有铝 含有铁 含有铁 含有铁的氧化物资 陶瓷材料 OK 那它是耐高温的 那所以说 现在目前初步的一个 状态 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样 那至于 我们现在目前要走的 最重要的就是要 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那目前我们 我们相信呢 我们大概掌握了 相关的资料以后呢 我们大概可以确认这个字 大概可以确认呢 我想调查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有一些不方便 现在就透露的地方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 其实这件事情要尽快 因为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 除了现在民众所发现的 这个铁管之外 到底还没有其他的 基础管件 到底还有没有 这个是你要整个 下去普查一下 是的 这一点我想请我们 扶房处 没关系 我觉得本席提醒一下 第一件事是这个 我觉得要整个普查一下 那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 第二个 当然现在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尽速 因为这会引起大家 很大的担忧 跟恐慌 所以如果能够有个报告 尽快出来 我觉得对于安定 大家不要那么担忧 基本上我要跟您讲一下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就我们的管制立场来看 我们过去的 根据我们的管制机制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个案 这不是一个 这是一个个案 希望能够相信你的判断 希望报告出来以后 尽速 来向这个社会大众来公开 那最后 主委 一样要请教您 这三月份的时候 我曾经向主委 您直询过一个 关于合一厂的燃料棒 存放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 当时很大 有很多的原因在里面 那我们现在要做 这个室外储存的一个设施 也就是户外干涉的 一个储存厂 那过去我们是希望 能够在这个新北市 对不对 是的 那新北市的部分呢 新北市政府当时 以这个随土保持完工证明 完工证明 还没有办法合发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如愿来做 那您认为 这个随土保持完工证明 不能合发 是造成我们现在 室外储存设施 没有办法在新北市设置 最主要唯一的一个原因吗 没有 主要是这样 厨艺 厨艺的话 要完整执行的话 一定要把使用过的燃料棒 要拿出来 当然 这个拿出来有很多种方式 拿出来怎么样处置 有干厨 有丝厨 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干厨 那很可惜的是呢 干厨里面有牵涉到 水土保持完工证明 这一块呢 新北市到目前都没有合发 那主委 我请教一下 您跟那个新北市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到现在为止 沟通了怎么样了 目前的状况呢 他们有在 这个部分呢 有相关的 就是有一些进展 那么刚才呢 我也在 在打询这个 立法委员询问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呢 也讲了 我所知道的 他们到新闻年底的话呢 可能有一个 就一个具体的一个成果出来 主委 我想哦 如果你没有把真正新北市政府 担心的问题去解决啊 我不认为你们沟通啊 会有任何的进展啊 我正讲 台湾电力公司 真正的 真正的问题解决 这样是台湾电力公司 才要去解决 所以台湾电力公司 现在目前是朝日 它这方向在走 你就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好好督导一下 这个问题这样摆着哦 不会 马上就有结果 那新北市政府 他担忧的地点是哪一块 他心里最担心的是哪一个点 我相信这个主委也很清楚 我们应该要真正把问题抓出来 然后才能把这个问题 确定解决掉 好不好 那主委加油了 谢谢 好 谢谢万委员 谢谢主委 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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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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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主委 我很简短的追问一下 大家都关心上周末的放射性物质 居然流落在社区街头 那造成社会的恐慌 虽然经查 他也许没有达到高度危险的 这样子的一个量职 但是这样的不法行为 我要必须说 本席认为如果是恶意气质 或者是无心 他不知道 而把他像丢垃圾一样 不小心遗落在这个空地 那我认为这都是違反法规的行为 所以依法我们应当可以怎么法 如果依照我们游离辐射防护法38条的话 最终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法法可以达到300万 依游离辐射防护法38条 所以有法律的授权 甚至它会触及我们刑法187条之一 你不法的去运输弃制这些 危及公共安全包括核能这些废料 这是五年以下 刑法是五年以下 换言之这是一个重 相对要负起相当高责任的 一个有刑罚的罪 那过去有没有罚过 没有 过去没有罚过 为什么 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没有发生过 是没有发生过还是你不知道 没有发生过 那我就没有 不会去罚上 好 当然从这个单一事件 我们担心过去是有漏网之鱼 但是我更要说 从以前到现在有法员 但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没有被裁罚过 现在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 试金石 是 家警跟警方的彻查 现在在侦办了吗 是的 听说你们也有锁定可疑的对象吗 是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们还在调查中 所以相对是有可能 已经有可循的线索 本席要求 积极侦办 而且就依法律的授权 该罚就罚 而且要从中 是 因为这是第一个案例 是 过去没有罚过 社会不知道 这件事情 违反法律的刑则有多重 是 严格彻查 予以重罚 就能够立定一个 重要的一个 执法的典范 是 以杜绝未来类似的状况来发生 是 这是本席的要求 是 好 那今天的主题是策展说政策是我的破题 因为主题扣着科普 我确实看到你们越来越接地气 而且策展走入社区 我给您很多个赞 下一页 那我们来看 福安跟和安 同样都是我们重要的责任 所以福社安全 我们必须从社会生活当中 向人民去做对话 就像我们上周末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单一事件 向人民去做相关的一些科学的一些分享 或者是专业知识的一些传达 好下一页 辐射 我今天跟你讲辐射 辐射的应用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医疗 食品 国安 包括海关的S光机 对不对 工业上 刚好又跟周末的这个案子也有关 好 一般产品也有关 但我今天要跟您扣合 其实辐射的应用跟文化很有关系 对不对 好下一页 您的专业你要不要说一下 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可以应用在这个文资的修复啦 还有一些文化科学的 有关辐射检测技术啊 我可以用 所以我秀出来的 这个是三千年前的木乃伊 它可以用辐射的专业来解密 去进行全身骨骼扫描 检测 把三千年前的这个 埃及古文明的这个这个王子啊 可以透过 X光跟CT技术电脑断层的扫描 再利用重建它的生前面貌 所以这在台湾是引起非常轰动的一个展览 其实辐射来解密 辐射能帮忙在文化资产的保存上 下一页 故宫事实上就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专业 包括他们也购置了故宫的X光机 对不对 好下一页 所以我看到故宫这几年喔 在古物的修复上 确实大量的运用了辐射 这样子的相关的一些科学仪器 左边的呢 是一个清朝时期的镜夹跟铜镜 最后能够修复 这也是一个典范喔 而且还跟国际合作 跟法国的巴黎基金会 巴黎银行基金会合作 这是一个好的典范 右边呢大家都很熟的 我们的国宝喔 西周晚期的茅公顶 也在故宫里头透过X光仪器的透视 能够来鉴定它内部的铸造技术来鉴定真尾 是真的是假的 所以在文物的部分 辐射立大功 辐射邦大忙下业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机会不是吗 辐射的多元运用 本席呢在2018年就已经提出建议 你们可以把辐射应用跟文化的文资修复 做一个很好的连结 而且用科普的方式 在本席的建议之下 你们仕途本来今年就跟故宫有一个合办的展览 本来是8月嘛 8月是 现在取消了对不对 因为故宫是 因为疫情嘛 是 那会继续做吗 我想基本上 应该是会的 我会跟故宫那个吴院长深入在谈 希望你们积极沟通 因为这是我们原能会对接跨领域跟文化部门 在辐射的运用上 向社会进行科普很好的机会 这个展览我希望一定要去办 然后呢我也期待 原能会不要只是一个配角 原能会会是这一档展览的主角才对 是不是 我会争取当主角 来 请说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原来规划在8月份的部分 故宫原来是规划了21个展项 那原能会负责6个展项的部分 所以21比6这样 大概因为 我们大概出的钱也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我们分分 但是我很期待 不要很难得的一个展 当辐射遇上文物 这么难得的展 然后呢故宫搞故宫的展区 原能会搞原能会的展区 就我在本席在这里期待就是 你们要更强化两者的连结 好不好 否则又人为各说各话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运用 跨领域运用 我非常期待这个展可以如期来进行下业 那当然这几年 也是本席不断的要求 谢谢你们都进入了华山 也到了台中 去做我们的科普展 三场有一万五的人次 很好 但是好还要更好下业 您知道我们经济部 新成立了一个单位吗 台湾设计研究院 OK 设计研究院就是要彰显设计是新兴国力 而事实上设计研究院 现在很重要的一个业务就是 协助各个部会来用策展说政策下业 比如说右上角设计院跟交通部合作 可以让我们的公路美学 改装我们所有的公路长城的这个bus 让人很有感 美 美起来了 更事实上设计不只是美观 它更好用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右下角设计院跟教育部也合作策展了 替教育部把我们正在推行的 美感教科书的方案 透过展览的方式 呈现在国人面前也大受好评 左边呢 是设计研究院跟地方政府 替地方政府策展来说政策 说在地的故事 屏东这个设计展啊 十六天四百万人次 我要说的就是 你们有你们的专业 你们的专业是科学研究 你们的专业是做和安跟福安 我参加你们华山的展览 我有时候觉得很感激 很感动的主委 因为你们都是科学家 自己在前线策展 而且自己当解说员 其实策展让专业的来 设计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关 协助各个部门 那刚好对接运用在圆能会 就是让科普可以用设计导入的方式 用策展来说政策 用策展来做科普 我建议你们 我会继续支持你们 用这样的一个新兴方式 来向人民做辐射或者是和安的对话 然后科学家就做科学家的事 策展可以让专业的团队 也是内阁的新兴机构 来为你们分担 好不好 那我们一起加油 辛苦了 谢谢 好 谢谢吴委员 好 谢谢诸位 接下来请蓝炳于委员 谢谢主席 那就麻烦主席请我们圆能会谢主委上台 好 请谢主委 老委员好 哈喽主委你好 是 因为像我们这个会期 其实我们圆能会 我们已经第三次咨询 所以其实很多的题目我已经问过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问题要向你请教 因为我知道圆能会有一个脸书粉专 就是我们圆能会服务小站 那现阶段确实如粉专上面 所讲的就是你们自己也讲嘛 万事莫入防疫级 这个我也很认同 就是防疫当然是第一优先 那因为这几个月来的努力 基本上台湾非常的努力 也确实的把疫情杜绝在台湾之外 但是言归正传 因为我有看到你们上面有一个公告 那就是公布核二厂除疫计划審查第二次的地方说明会延期 那后面的接续的安全审查报告核定也延期 所以我想要请教主委这边就是说 这两个说明会跟报告延期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核二厂一号机二号机停止预转的限期 不会的 我先跟委员报告一下 基本上我们当初设定的规划的这个时程 基本上就是两年前要提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通常大概一年半就可以做完 那现在目前如果说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buffer 我们就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所以基本上您所担心的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 是的 因为就像主委也知道说核二厂跟本区关心以前那我一直都很关心 我们会比你还紧张 对那这样就好 因为如果知道说其实你们是有预留一段缓冲期的话 那就是也麻烦原能会这里要盯紧进度 那一定要在期限内除疫 再麻烦原能会这边了 然后除了原能会这边也要麻烦你们多多监督台电跟核电厂这边再麻烦你们了 好那就照 这个就你们已经做保证了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我想要请教核能的科普 那我们分成两部分嘛 一部分是技术营用一部分是推广 那其实刚才主委在底下跟我稍微聊的时候 我也有讲到说 就是原能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业务 包含管理核电厂的部分以外 其实我有注意到原能会这边也有做很多的技术的研发 或是说一些科普 那包含我看到你们自己编译的报道就是有写一篇就是有关说干净的饮水 原子能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那藉由同位素技术的协助下 然后可以知道地下水的流动的分布情形 然后就是利用这个同位素去两边可能从水源找到水源之后 利用测水源的同位素跟地表的水的同位素来判断说 到底这个水有没有被污染的情形 然后以避免说喝到不干性的用水 那如果这个技术能够应用的话 对任何人或是水资源单位应该都算是好事一桩 这个你们应该能够同意吧 可以做 那我就想要请问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们网站上自己介绍自己写的 就想请教说圆能会目前拥有这项技术吗 或者说合研所有在研发这项技术吗 嗯 跟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的话都是我们跟学术单位在一起合作的部分 是 对所以说圆能会是提供一些就是行政方面的 资源的提供然后由学术单位来提供这方面的技术 嗯 因为 呃我 基本上这个东西我自己看到之后觉得还蛮有兴趣的 而且我们来看看就是自来水公司自己的统计资料 其实有部分县市还是不及百分之九十五%的自来水普及率 而且以人数来看各县市还是有数万到数十万以上的人 都未能受惠于自来水的普及 那这当然不是圆能会的业务也不是说要你们去督促这个工作啦 但是既然就是你们有提到说相关的 相关的技术可以应用在自来水 呃检测自来水的技术上 那这个部分就如同我们 呃原子能可能可以应用在航太产业啊 我们的生技医疗产业啊 或是对抗疫情等等的 所以我会想说那圆能会跟合研所这边有办法规划就是该项技术的推广跟应用吗 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的 相关的技术啊 可以的 对因为就是我看到觉得蛮有兴趣的 然后加上说我刚刚也提到说 欸台湾其实自来水的普及率现在有这个状况 那到时候可能就是也是麻烦 圆能会这边主动一点 然后做技术的推广以及普及的应用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第三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有点相关的 因为刚才在讲的是一个也算是原子能的科普跟推广 那第三个问题其实也跟推广有关 呃就是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圆能会宣传和推广的议题 第一个就是说我可能要请问说主委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桌礼 对对这个是原能会自己推出的阅历 那上面有每个月份的推广大使 可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主委你自己认得出来这些人是谁吗 这一位啊这位是那个东森的那个主播吧 我主播 这个是我们我们自己的形象大使 这个是优敏 这位男生我就不太清楚了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很清楚 因为我有去翻每一个阅历 那我自己也很清楚说 我相信也不太可能说每一个照片上面的大使 然后主委都很清楚是谁 因为我们我觉得状况是这样 就是说后来我们有一个一个去看嘛 看这些大使的身份 那大多其实都是要嘛是主播啊 要嘛是模特要嘛是网红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不觉得找大使一定要找跟原子能有关的人 但是我会想要就是请教圆人会的是说 那今天我们找了这些人当形象大使 那事实上他们跟原子能的关系是什么 我指的关系不一定是我的身份上的关系 而是说他们有参与说圆人会的推广活动吗 或者说圆人会只是找人来拍月曆而已 跟委员报告 这里面有一些人都是有参加我们的所谓代言的活动 像我们去年的科普展都有请他们来做直播的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合作了蛮多年的 但是听起来就是 因为我有看到 其实我有看到说你们有一部分的人是有活动的 但是好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活动 但是也有一个可能是因为你们要拍月曆 然后要12个月份 然后就必须要有12个人 我不知道你们的考量是什么 但是我会希望的是说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感觉 包含就是浏览你们的网站 包含你们的脸书 我有种感觉是 呃圆人会找了这些形象大使 可是好像 这些大使跟我们圆人会的业务的连结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深 那我觉得有一个现实的状况 就是说圆人这个议题呢 对于大众 社会大众而言 其实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 所以呃我这里也是提出一些建议啦 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 呃今天我们找了这些大使 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或是怎么样 但是我会希望的就是说 呃在呃这些大使 跟我们圆人会的业务的活动的连结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加深加广 是吧 对因为我相信你们会找他 一定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支持者 一定的流量一定的知名度 那我会希望说可能想 未来会想要看到 圆人会推出更多的计划 然后就是把 代言人跟你们的业务的部分做结合 然后可能是不是也会包含说我前面讲的 我一直都觉得很可惜 就是圆人会明明有很多 做很多 不是在我们大众认知之中的业务范围内的事情 你们的业务执掌其实是比大家看到的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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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过去好像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妥善的让社会大众认识这件事情 那也是趁这个机会向你们建议提出一个希望 就是说除了大使的部分 那也包含说希望圆人会可以想想要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然后推广给我们的社会大众知道 是的 OK再麻烦你们了 谢谢 谢谢主席 好谢谢賴委员 谢谢主委 谢谢主委 下次形象大使可以考虑賴皮渝委员 他也是网红 他也是网红 而且跟人会也有关系 叫我们会委员 谢谢 而且我们叫我们会委员美女如云 不是要委员 颜值都很高 不只啦 还有冠美龄委员 都可以每个都可以 陈秀宝委员 每个都可以当你的形象大使 如果要找男生的话就不用找我了 好 我找我我找我 不敢不敢不敢 好好接下来请邱显志委员 对不起对不起 温逸侠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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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叶玉兰委员 叶玉兰委员 叶玉兰委员 好接下来请邱显志委员 好时间五分钟 谢谢 主席 我想请主委 好请谢主委 主委 主委早 主委 这个你担任这个原能会主委应该有四年 那我有找到你一个报导 就是您刚要刚上任的时候 你说要翻转台电底下的原能会 就是说你说原能会过去没有受到民众的信任 甚至被批为台电底下的原能会 因此上任后要严守中立 推动资讯公开透明等等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认为判定到底有没有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朝这上面去努力 OK 那过去努力的一个结果呢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 是有啦 那我要问你 我看你这一个 你们上面的网页 原能会是我国原子能业务主管机关 负责国内核能电厂 核子设施及辐射作业场所的安全监督 所以针对台电这个部分 核能电厂核子设施辐射作业场所 这个是原能会是他的监督机关嘛 是 没错嘛 那你有没有确实在监督啦 我要问你就是这样 对 我认为我们先生目前已经 敬意在监督 但是有没有做到像委员所认为的 但我当然我不敢说 那主委你看一下 这个是有九个标案 那这个大概都是说 核二厂核三厂 的这些核子燃料进口的这个运物 那这个部分你知道吗 我知道这件事情 你知道这件事情嘛 那我要问你就是说 这九件标案总共一亿两千万 然后他都逼近底价得标 然后而且你看这两家厂商 或者是几家厂商轮流在得标 那这个状况主委你了解这个状况吗 我不是那么的了解 但是呢因为当初这个 因为他们这个采购这个案子 基本上我我我只是正在管制的立场 我管制的立场 或是监督的立场 对 我有 我有询问过 我有询问过我们物料管理局 他们相关的 那他相关这一部分的 我就要请那个物料管理局长 那我想先请教你 今年二月台电这个荷兰料组的组长 台电被搜索 然后这个燃料处被搜索嘛 然后最后荷兰料组组长后来被带走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我也是看报道媒体猜晓 不是这样 那是但是你是监督机关啊 理论上你的资讯不应该跟我们一样啊 不是因为他们牵涉到内部的他们的内部的这个 我特别强调一下就是 我们监督的时候监督是监督的荷兰料 他到底是不是 他使用的荷兰料是不是符合我们 那后来 后来你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吗 这个案件后来的状况你有掌握吗 后来他是被积压禁建啊 2月6号被积压禁建 那后来呢 现在目前好像还是在调查 又被严压一次 所以他已经被积压了快四个月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件事情理论上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监督机关 你应该是防范蔚兰嘛 那事后的这个状况看起来 你现在还是不太知道说 这究竟怎么回事嘛 是吗 我只知道采购好像有弊端嘛 不是这样啦 采购好像有弊端 但是你是监督机关 你今天如果说其他的机关 当然这样讲是ok的嘛 人家不知道嘛 但现在问题就是说 主委你应该是这个台电的监督机关 而且你自己也讲说 你要翻转台电底下的 原人会嘛 是 那你是监督他 不是说他在监督你 那他都没有跟你报告说 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吗 我们 我们第一个关心的当然是 安全 会不会造成安全 那他是以贪污之罪条例啦 跟违反政府采购法是被积压境界 是 那这个部分 未来啦 我说过去你没有发现嘛 你确实没有发现 那未来你到底要怎么防范这个状况 才表示说你有在监督 我们需要保障的是他 运送燃料这个业务 对 还是处于安全的状态之下 对 所以我们的确是有去 去了解说 对 对 燃料处 对 对这个事情有没有超前部署 好 那我跟 没关系主委那我再问你 那这个厂商 事实上你是 我查过啦 唯一的政府的机关 他有来投标你的标案 你知道吗 因为你都没有去查 所以你不会知道 我现在是担心说 这个厂商 已经涉案了 结果呢 你又 你又让他得标 那就担当了 我知道了 了解了 好 那看起来就是说 在这个案发2月6号之后 就台电他事实上 也没有去发政府采购公报 对不对 所以你并不知道说 这家厂商是一个不良厂商 你不知道吗 是我不曉得 但是他有 你看一下喔 他有 他有参与 这个你的投标 这个108点9月16号 六佛化佑 是不是 你知道吗 是的 虽然他没有得标啦 但是我现在是担心说 因为台电也不发 政府采购公报 谢谢 我想委员 我完全了解委员的意思 我了解了 然后你知道 我要更积极的 好那最后一个 我必须要提醒主委 依照政府采购法101条 第一项第15款 我们就 有这个状况 第15款就是说 对采购人员寻求契约或交互不正利益的时候 是 台电 他早就应该要发政府采购公报 把它列为不良厂商 以免其他的机关又散坏 而其他机关潜在的有可能会受害的就是原人会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去看一下说 我要去看 我要去看 以后方子这种事情再发生了 好 那也要彻底的去监督 因为我看你的 你的这个就任之前 四年前你的说法就是说 要彻底翻软台电底下原人会 应该是他要受你的监督嘛 是 这样才是一个这个行政机关应该有的作为 是 好 了解 好 谢谢主席 好 谢谢邱委员 好 接下来请吴炳瑞委员 吴炳瑞委员 吴炳瑞委员 请苏巧惠委员 苏巧惠委员 苏巧惠委员 请林淑芬委员 时间五分钟 谢谢 五分钟 主席 呃 吴安 那因为我的选区 昨天发生了这个 辐射污染物这个事件 这个是不是能够谅解 给我给本席多一点点时间 多一分钟 六分钟 好我们再请这个主委 好 请谢主委 主委 昨天的事件是这样子的 其实是 前天前天 前天 回收厂的业者去通报 我自己在地 我漏漏了 我跟在地的所有警销部门都联络过 是这样子的 回收厂的业者去通报 叫停车管理员说 你们有奇怪的东西 叫停车管理员去通报消防说这个 辐射异常 然后他自己去检测嘛 整个事情是这样 所以主导整个事件的是回收厂 没有错 你今天早上说 你要辅导全台湾的回收厂 都要具有这个检测的仪器 你才可以这样说 你怎么知道全台湾有多少回收厂 很多 很多是多少 你知道回收厂的管制的法规 是怎么样规定的吗 两款报数的博物通计 原因是 一千平方米以下的根本不需要申报 所以在地区的社区里面 每天都在都市里面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 地区里面不可能超过一千平方米 一千平方米 就在住宅区旁边的一大堆 一大堆 那你说要去要求钢铁厂要架设这个门框 检验 不是门框 好 Anyway 你把整个废铁回收 锁定在强化到最末端的炼铁的钢铁业者身上 那是没有搞的 这个东西流出的柜顶 什么人接触最多最不知情 而且可能 你们的新闻稿里面 来说 六这个维希佛是没有很厉害 不可以 超标一点点 我没说 我们的天然的背景值是多少 0.2 6是几倍 4的30倍 对啊30倍 那个有点 30倍啊 是的 新闻媒体又说原能会说不可以超标一点点 不是 主要目的是我们希望在第一时间让社会大众不要恐慌 你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教育啊 超标30倍你敢说没什么要緊 限制一公尺以外就没要緊啊 新闻媒体你没有借机会给大家一个社会教育 结果你给大家的社会教育是说六 维希佛是没要緊的 0.2是背景值 我今天稍早的时候 在这个场上 如果有委员咨询我有关这一方面的时候 我有稍微提到就是说 我们主要目的是 那你们叫记者都要报 你昨天跟前天 所有的媒体都想超标那样子是不要紧的啊 这乱讲耶 我现在最在意的是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跑到这个回收场这边来 他买卖跟流向是怎么来的 这现在目前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查啦 那这个我还是强调 这一次这个案件是一个个案 这个案件基本上我们所看到的呢 看到的 过去没有发生过 但是并不防止说有漏网之语 我不敢这么说 为什么你们敢说是单一个案 因为 两年前 因为 为什么是个案 就是说 这一类的这个异常物 我们过去从还没有发现过 从还没有发现过的同样东西 那我们从它的成分里面看 也目前还看不到 是什么成分 它是一个陶瓷类的 没有了 我现在非常把不清楚的是说 这一个管材 这一个管材你们号称是 它是一个陶瓷 这个管材是什么物品的零件 查得出来 怎么会查不出来 人家内洋人跟我讲说 这是一种触媒的形状 这个它是 它是一种触媒的形状 接下来是什么机器的触媒 什么产品的触媒 是的 是是 请问作为一个机器工业生产的 或是民生使用的 这一个触媒的形状的管材 它允不允许它是六维西佛 即便它是你们认为它是天然放射性 有没有人工合种 没有人工合种 即便是天然放射性的 你们允不允许有六维西佛的产品 在市面流通 在市面流通当然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 可是它是一个产品解除以后的零件 它是作为产品触媒的零件 我们现在想要了解一下 究竟它是 您刚刚所说的 它到底是因为在制程当中 所产生的 机构里面所产生的 我先问你 任何民生或是工业产品 云不允许有这么高含量 高辐射放射量的产品 在使用可 云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可是它就是在 那为什么说 这个如果一个产品有这个零件 它会只做一个吗 它这个触媒是一个产品的零件 它会只有一个吗 这是什么东西的触媒 我现在是这样讲 我们现在了解的 我先把这个产品 这个原件的原料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大概是 锡 铭 铝 还有铁的氧化物质陶瓷材料 那 刚才您所说的触媒 那是内部里面呢 它有银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光是它的形状 是的 它可能是一个触媒转换器 对 高温的触媒转换器 是没错 但是它到底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对 当然我们就我们的经验 但是我们不能随便乱讲 但是我现在 我没有要求你讲什么厂商 什么人 我现在要求你讲的是 什么产品 什么工业或民生产品 机械或是什么民生使用的产品上面的触媒啊 我现在就是要知道这件事 现在目前我们还是在更深入调查跟针对这一块 这个触媒的形状喔 很特殊喔 是的 它并不是查不出来喔 它一定查得出来 你查得出来它是作为什么使用的部分零件 是 你就查得出来谁制造它 是 谁弃制它 这是一个个案而已吗 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再走 对 那我只能讲说 会不会是因为它有一个 我只能这样说 这个可能是一个不良品 当初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原件的话 针对我们现在目前附上管制的机制 它如果是进口的话 我们进口都有所谓的门框是检测器 而且那是非常灵敏的 应该是可以检测得到 但是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在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秘密不能讲的 以你们查询 查了两三天到现在两天多了 到底这是什么产品的内部原件的触媒 高温触媒 它用在什么地方使用 我认为它是一个工业使用的 那这个工业使用是用在哪里的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像这种触媒转换器 这没有什么不能告诉国会的啊 我们有知情权啊 触媒转换器用的地方非常的多 我知道 但是这一种形状 这一种管材 这一种结构 显然你们也知道 它是做在工业上哪一种使用啊 等一下我兄弟毕与没什么说 这该是怎么调查 我们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好请原人会啊详细调查好不好 没有 他这都没说白杆在这一季 都没说白杆 他说单一个案 我就不相信单一个案啊 好请 这是不是国内制作的啊 你若不是今后的国内制作 哪有可能给他做一粘而已 是的 我们刚才讲了嘛 就是我们现在去调查 究竟他到底是国内还是国外 国内还是国外进口的 目前我们在朝政方去做 我问是用在什么地方而已 你要用在什么地方 你先跟我说 今天你跟我说我要下台了 我们咨询时间结束到下台了 你还不跟我讲 你用在哪里 我现在不能够确认他到底是哪个 你们一致朝向哪个方向 高温转化触媒 是的 我们是高 对啦 我只能讲说 我只能讲说 你一个礼拜以后调查这个触媒的来源 我现在不能随便 所以可能 你们去追查来源 不一定是进口的 国内也有制作的 但是我在这里面 比较怀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因为它里面用的触媒 它是用 不是我们传统的触媒 它用的是银跟钛 这两个东西给我的感觉是 这个是一个special purpose 是用特殊一个 现在很多奈米级的触媒 都是用这个东西吗 是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问题是 它是很微小的 所以说它要 我现在今天谈的只是 因为时间这么短 只是谈就这一个 卢州发生的案件来讨论 但整个圆能会在管制面的问题 还很多啊 所以下次再跟你讲 好 谢谢 谢谢林委员 请圆能会一个礼拜以内 提出这个触媒的来源的详细 请他给我书面回答 好 请给林委员书面报告 我答应过委员 好 请给书面报告 我答应过委员 好 谢谢林委员 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 请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恭喜你继续担任 我还是强调压力很大 而且多一天压力 是的 这是一定的 是 这个难以储存厂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年的一个老议题 但是我们还是要 好 这个我们陈总统啊 陈水扁总统 这个在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号 这个前往蓝宇 他特别提到啊 这个有关 他说 当时啊 他说 目前行政院已经具体成立了 难以储存厂 签厂的推动委员会 并以多次开会 努力尋求解决的方法 尽快为难以的民众除气心中的煽痛 以隐忧 希望大家对政府 及阿扁要有信心 这是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号的 他说要有 对政府要有信心 阿扁在此明白的先是 政府不但会将 核废料厂千离蓝宇 更将逐步落实非核家圆 这已经九十一年到现在 十几年了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这个 蔡总统啊 在一百零五年八月一号 向原住民族道歉 在道歉文里面呢 也提到难以的部分 另外就是说这个 向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一条 也特别明定 政府不得违反原住民族意愿 在原住民族地区内存放有害物质 所以蔡总统在八月一号道歉文的时候 他是说 因为原住民族基本法 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 所以他也向原住民族道歉 也包含了难以的签诞 一直没有完成 所以道歉 现在距离这个今年的 八月一号 四年 到今年八月一号 又是四年了 請问一下这个主委 这个难以核飞料 什么时候可以牵出难以 我们当然有相关的规划了 那我想 我想请那个 我们物管局程局长给你详细的说明一下这个整个一个流程 是 根据 根据地方处置计划 台舔的 送出来的规划 那我们 看到 选址没有办法做下去 他地方选址没有办法做出来 所以我们要求他启动 这个地方处置计划里边的替代方案 那替代方案是现在正在执行的 紧密在执行的一个工作 那里边也经过 我简单的讲就是说 目前也经过行政院菲尔小允推动小组的确定 他已经选定了 就是要 希望难以能够牵出来 然后牵进 中期储存厂 那中期储存厂 8年起用 到114年起用 民国91年的时候是 这个 陈总统亲自宣誓 是的 然后蔡总统在 105年8月1号 也特别为这个来道歉 是 那我看里面的资料 今天的报告 特别提到 这个台电公司建议 第一放 地方涉处置的计划 时程延旦 所以105年12月提报 原能会 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替代应变的方案 原能会必于106年2月完成审查 但是这个奇程 为什么要这么久 这要从106年3月 然后8年内完工启用 完工启用之后 才要签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这么久 是的 那台电提出来的规划里面 包括中期储存厂子能够 沟通完成 所以 第一个工作 现在正在锦罗密鼓的工作 其实最重要的焦点是在于沟通 那他已经提出来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沟通计划 这个从去年6月 要有一个具体的计划要执行 那明年6月 就是一个24 委托 这个台电公司委托的 那个主委 你要不要听这些 我讲很快的讲 基本上就是 你刚才讲说要么长 因为他 那个长子的 长子的选择 基本上也要花时间 那最重要之里面呢 就要沟通 刚才他们就提出一个沟通 沟通的一个规划 那沟通规划 他们先按照沟通规划再做 那另外呢 那新建也要有一些时间 OK 那另外呢 南宇储存厂班圈也要需要 那事实上呢 相关的工作都有在做 我相信您也知道 现在目前南宇储存厂 正在执行呢 35800 800桶的这个 从装减诊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沟通计划 基本上呢 是放在3x4的这个 这个 这个储存桶里面 那在这种情况下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未来 南宇储存厂圈厂做准备的 所以换句话说呢 他是花了时间 但是我们都是在准备的 但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还是在于什么 还是 还是在于这个 中间暂时储存厂的 厂子的选择 这一个部分 可能会花费 比较长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 还没有一个 确定的一个答案 主委 你这样的一个规划 永远没有办法达成 没有办法达成 我请问你 现在高阶的都放在哪里 高阶核飞都放在哪里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很低放 是 我知道 那我问你高阶核飞到现在 现在每天都 每天都在运转啊 是 那高阶的 有一定的程序 在早期 一定是 主委 这个时间的关系 这个主席已经站起来了 我还强调 中间暂时储存 我今天有 其实高阶的部分 现在 先让他们相与的 好我只要答复一句了 这个 所谓的放射性废弃物中期暂时储存设施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完成选址 现在还要等台电提出来这个选址规划 因为这里是不用公投的 所以他 应该是在 很快啊 那 目前是一百 我们现在目前就要求他在一百一十四年 新建完成 这也太久了吧 不是 他需要时间了 他 好 谢谢 他需要时间 好 谢谢 谢谢郑委员 谢谢主委 等了几十年了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接下来请廖宛如委员 廖宛如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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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国栋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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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主席 我不知道这个麦克风是可以用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用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那个原委会主委 好 请谢主委 廖宛如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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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上次咨询的时候 你答应我本席的事情 好像后来整个都没有造那时候咨询 不过这个实在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下次再找时间来讨论 就是有关流行病学调查 你说流行病学调查 我没有回复吗 有有有 没关系我们那个我等今天先讲今天咨询的内容 那刚刚呃林委员林署委员有提到这个辐射超标的这个辐射物质 那这个应该是类似蓝料棒是不是 就是有随地丢的情形 我想请圆人会 你刚刚有说要去厘清要赶快去找 那这个我们再看下面 那就是另外在71年到73年有这个辐射钢筋的问题嘛 所以有辐射屋的问题 那本席在上上礼拜也提出这个台盐的这个低纳高甲的这个盐标榜是健康而且是天然的放射性 那我不知道主委认为这个天然是不是就没有危险 那这个绿化甲虽然是天然 但是下一张 它却是浓缩的电解过的 那我们再回到辐射屋 辐射屋就是低于每一年一个豪西佛是不是还是属于辐射屋 因为我们知道圆人会现在的辐射屋查询系统已经找不到一些以前有放上去的辐射屋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嘛 对不对 好下一张 那现在没有的话 就是有陈勤的人说 他去买房子 然后这个仲介有给他一个证明说上面是无辐射 但是下一张 他就去找另外一家这个检测的 这一张是没有辐射 但是找另外一家下一张 却测到这个剂量是0.21到0.36为西佛小时 那我想我们知道这个检测就是看你检测哪里 如果你检测的点都把有辐射的没有记录上去 没有辐射的记录上去可能就是没有超过 这个是当然是很有可能 下一张 所以这个买方呢 就是发现就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又重测以后去发现是有辐射 那这个辐射的计量是有超标 那超标就是每一年超过一个毫西佛这样子的单位 但是先前的这一家却是说没有 却是没有异常 下一张 那现在最高测到0.36小时为西佛 那算起来这个每一年就是3.15毫西佛 那我们知道天然放射性物质管理办法就是不能超过一个毫西佛 那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假事实 假事实照原人会你们的法规标准基准值是每一公斤不可以超过一万倍克 但是呢下一张就是现在这些含有放射性的物质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那今天提到的先讲这个辐射屋 就是说这个证明要怎么开 下一张 那目前原人会你们新版的这个辐射侦测证明 你们把那个71年下一张 你们把那个71年到73年是不是要正面表列的这个辐射屋的这个拿掉了 右边这个是新的这个版 那我是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下一张 就是在查询系统你们说如果是其他的以前的辐射屋要打电话去查询 那本习是认为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通常一般的人租房子或者是买房子是不会去查询 所以这边第一个就是原人会还是要把以前是辐射屋的要上网 要让民众简单的就能够找得到 如果他要租房子他就去查查看这一栋房子是不是以前是辐射屋 然后另外呢是不是要去出这个证明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他如果发现是辐射屋他至少可以去测测看他去请人测测看 这样会有double的一个安全 所以现在因为时间到了我的问题就是 请你们把以前是辐射屋的还是要上网 还是要上网 第二个 然后在前面那一张就是把这个要正面表列的还是要放上去 为什么要放上去因为不管是租房子现在房子那么贵 所以很多人可能租房子会住很久 所以如果这里是辐射屋的话 还是要起源的会为了国人的健康着想 不要省省略掉这个必要的资讯 我能不能说明一下 我想这个简单讲 委员这改版是为了更保护这些买住 就是说一般业的现在不能够对辐射屋开报告要 原来会帮他们开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很多人不会去重视 会忽略掉说是不是辐射屋 搞不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辐射屋 但是如果不改的话 就会造成业者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在网站 你们在网站在你们已经确认过辐射屋的资讯 还是要放在那个网站 这个应该做得到吗 这个辐射屋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考虑 但是这个版本的部分我们要再解释 因为这是比较保障的消费 版本再来找本群 然后请那个一定要放上去 好 主委可以 好 好 谢谢 谢谢陈委员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请林德副委员 林德副委员 林德副委员 请张其路委员 好 谢谢主席喔 那有请主委 好 请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张维也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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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能会在改组之后 您希望甚至升为一级 那目前这个想法是怎么样 可以落实吗 就是机关的问题 我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 在立法院打巡立法委员的询问的时候 我表达我的立场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整个一个状况 就是行政院的组织改造已经完成 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这个是已经继承的一个事实 但是如果我还强调 如果说 讲得比较直接的就是 如果将来 因为现在目前整个的一个 相关的组织条例 基本上本来是上会期在院里面 那过届不连续送回行政院 如果行政院在讨论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 那我当然会表达我的立场 对对我知道 这是因为您希望这样子 但是这样讲 就是未来不论怎么样 因为我倒是比较想强调 就是未来走向独立机关这件事 我们独立机关 我觉得这次真的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 原能会这边就是专业比较胜于政治 它不是政治的考量 所以怎么样让它独立性够高 我觉得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也是全力支持 那就往下 因为我问的要问题比较多一点 其实这个刚才那个郑天才政委员 就是超级的关切了 那我只是这样想 就是还是这老问题 就是蓝宇这件事 之前其实不管在那个小秋 达人乡这边 其实也都是 那个时候的思考 新的长址 我只能这样问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件事 如果万一最后真的都搞不定 怎么办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难 我只能这样说 站在原能会的立场 事实上 我们事实上 我们是做管制的立场 那真正的这个长址的这一部分 当然是台电经济部 但是我们站在监督立场 当然我们是督促他要去做 所以说您刚才讲的说 是的 是很难 但是呢 我认为其他国家 譬如说我们宁静的日本 也非常困难 所以他们都有 所以我认为 特别是在低上这一块 我觉得是应该是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那我认为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于沟通的问题 还是要真的要 因为沟通往往是在一链之间 如果他这个想 大家都觉得应该 那这事情就做 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这个是突然的 因为我想这个问题 会混很久 而且到时候可能会究责 所以这真的也是要请委员会这边要想 那往下 其实这个问题是讲 就是说其实这也是在解决 还是老问题 其实现在关于新北这一端 因为核一核二都在这边 其实你们到底现在跟新北市政府这边的沟通如何 这一块还是因为台湾电力公司 他有的沟通 但是我们是当一个中间 可以当做一个中间人 我们在督促他做 那我所了解的就是说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基本上台电董事长跟新北侯市长 只有见过面 那基本上他们是有一些 一些相关的一个 那现在目前呢 就朝着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方式去走 那有机会吗 他们预定的时程 就是希望之间在今年年底呢 会有一个具体的结果 好 这个真的要加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往下一点 就是说 当然 其实这种干事的还是比较先进的 是没错了 不过但是也有人提出这种干事的 也有他一些疑虑 我不知道未来 当然这也已经是每一方法中的最好方法了 我知道了 那现在这个干事的 这个你们会比较更先进一点吗 或者说 其实像这种日本学者 他们已经指出一些 就算是做干事的 也有他的这种风险 这个部分你们怎么评估 当时 你有回答吗 我请我们务管局回答 是的 那目前 其实干事储存 干事储存已经是 国地上 包括绿能组织也都推荐了 那案例已经133个 不只是120个了 我只是提醒 就是说 其实因为已经也有一些学术报告 我们这边都提出来 我就不念 因为没有时间 其实这些还是有他可能的风险 我觉得说既然我们要 也算是超前部署一样的概念 其实就是说我们 因为你现在就是放在里面 刚才委员有在问说 那种高阶的在哪里 现在高阶的通通都在厂里面 其实就是这么危险 其实我知道你们的困境 因为你们现在里面已经也放不下了 外面现在要是再动不出这些东西 你的问题就大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说 当然我们也超前部署一点 所以这地方我是很同情 好 直接往下好了 直接往下 当然还有一些小问题 我们先做提醒 就是要包括核三场 未来也要除疫 但是现在其实也有已经指出 他下面的断层 这没关系 先不用回答了 我想这些地方都是要提醒 说圆能会未来要散后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 再几秒就好了 就是圆能会的这个核三场除疫 现在的这种计划 我觉得也现在是圆能会现在要好好地盯了 好 因为 基本上按照我们现在规定的话 他已经是 就是现在没有办法再提出 呃 研议的申请 对 他已经过了研议申请的 对那 是的 是 好 我们就最后 其实我也是个呼吁了 没关系这就下去了 其实就是说当然 我们还是希望 原委会这边你们的机关的这个属性 能够维持着 尤其他非常重要 是 是 是 另外的话 当然用这替代的长指 像刚才讲兰语 这很难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 那最后就是这个 面对干事的这种储存 虽然它是先进 但是我们还是要超线部署了解 最后这个核三除疫 当然就是督促台电 因为这个地方 大家也是关切的 我们希望真的这个非核家园 这个理想能达成 好不好 是 好 谢谢 好 谢谢张委员 好 谢谢主委 接下来请郑立文委员 郑立文委员 刘世芳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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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进城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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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嘉瑜委员 高嘉瑜委员 罗明才委员 罗明才委员 孔文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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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益凤委员 谢益凤委员 张玉媒委员 张玉媒委员 张玉媒员 虹蒙凯委员 洪梦凯委员洪梦凯委员 中嘉宾委员中嘉宾委员中嘉宾委员 好 今天登记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另有林怡景委员提出书面咨询 好我们现在开始审查解冻案 请医事人员宣读第一案 第一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韩威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减送该会决议一 游离辐射安全维护 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请查查案 宣读完毕 二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韩威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减送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决议 一放射性物料管理 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请查查案 三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韩威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减送核能研究所决议 一核能科技研发计划 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请查查案 宣读完毕 好我们今天有三个案子的解冻案 第一案 那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那请问第二案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好请问第三案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关于今天会做如下结议 报告及寻导完毕 委员所提书面咨询或相关资料列入记录 并刊登公报 对于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为其答复部分 请相关机关尽数以书面答复 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行政院原始人委员会主管预算公布预算解冻案三案 页审查完毕 均准与动之提报院会 好 那有临时提案吗 好请问提案委员有没有补充说明 没有 叶人会有没有补充说明 没有 没有 好 OK 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 各提案如有委员 没有临时提案 今天也没有临时提案吗 今天没有临时提案 好 本次会议事录授权主席确认后 及上传立法院全球资讯网公开 报告委员会 今天议程处理完毕 现在上会 谢谢各位